少年被困七黑蜜是每日承受蛇毒弑心之痛 无尽的黑暗和撕心裂肺的疼痛 令他多次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但他依旧咬牙坚持 他还不想死 他要找出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他叫吴燕 本是四海为家的流浪者 只因在人群中看了一个男人一眼 甚至连对方面容都未看清便失去了知觉 在他醒来时 发现身处在身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 而且全身没有丝毫力气动弹不得 他很恐慌 泪水不自觉地流淌 他深知这一切肯定和那个男人有关 但始终想不通为何要把他扔进这炼狱之中 为了时刻保持清醒 他将嘴唇咬出了鲜血 突然他感觉身体的感官正在慢慢恢复 首处碰到的是冰冷的地面 空气中还带着潮湿的味道 水滴滴落的声音渐渐传入耳中 他挣扎着朝水源的方向爬去 他要喝水 他想活下去 在求生的欲望下 他终于找到了水源 可伸手却发现四周是坚硬冰冷的石壁 这让吴叶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 身心疲惫的他意识渐渐变得模糊 朦胧间似乎看到另一个自己 放弃吧 必无所有的你根本没有生存下去的意义 还不如放弃挣扎就这样安静地死去 但吴叶并不认同对方的言行 他要活下去 他要报复那个把他扔进这里的魔鬼 若不能在死之前 捅耐人一刀他将死不瞑目 死心裂肺的耐喊宣示着自己的决心 不知过了多久 吴叶再次睁开双眼 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饥饿感 想要活下去他必须找到食物 在冰冷的石壁上不断摸索 发现水源滴落的地方有许多台前 尽管这味道难以下咽 但他别无选择 只能强忍不是一口接一口咽下 恢复体力后不断沿着石壁向前方探索 经过计算 发现此处是一个九平米的密闭空间 思绪间一阵铁门碰撞的声响传入耳中 只见铁门上被打开一个窗口 刺眼的亮光让他睁不开双眼 还没等他反应 四周却又再次陷入黑暗 这让抓住救命稻草的他险些崩溃 这是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 那是食物的味道 他顺着香味来到食物面前 长期的流浪让他很快分辨出 里面是五种不同食物的残羹圣饭 这说明外面的管理者至少有五人以上 若只是囚禁他一人 必然不用这么多人看管 因此和自己相同境遇的人绝对不止一个 但他们有何目的无业始终想不通 他抱起圣饭开始狼吞虎咽 食物虽然带着些许腐烂味道 但至少比苔藓好得多 自那之后 外面的人每天都会提供一次食物 不论无业如何呼喊 他们都一言不乏 半年时光在黑暗中悄然而是 无业每天都坚持锻炼体魄 同时他也在慢慢适应着黑暗的环境 已经可以清晰看见树米外爬动的昆虫 突然黑暗中出现一双星红的眼睛 不等他反应 一条银白毒蛇已是缠上他的手臂 吭吃一口直接咬了下去 随之而来的是难以忍受的疼痛 手臂如同被烈火焚烧一般 如此反复折磨了他数个时辰 就在他即将昏迷之际 窗口打开送来了食物 这瞬间激起了无业的求生欲望 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活下去 饱腹后 蛇毒带来的疼痛渐渐退去 在排毒过程中 他的身体似乎起了某种变化 他们更清晰看清眼前的事物 流浪时曾听说过被毒蛇咬伤后 幸存下来的人会提高对蛇毒的抗性 如果是这样 他将获得一件生存下去的武器 想到这里他慢慢将手伸向毒蛇 毒蛇毫不客气再次咬下 这次的毒液更多疼痛更加剧烈 但无业还是咬牙苦苦坚持 他深知若能获得毒蛇的夜市能力 将会大大提升逃出这里的希望 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眼睛已经和毒蛇一般心 不知过了多久 无业再次恢复平静 突然毒蛇似乎受到某种惊吓般快速离去 接着整个空间开始发生剧烈的震动 停息过后 无业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封闭许久的铁门竟然打开了 外面是一条看不到镜头的走廊 每隔十丈便有一个相同的房间 这也许是他感受不到其他人存在的原因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推开了房门 迎面扑来的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恶丑 地上躺着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 从尸体的构造他能猜测到 这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 无业并没有过多理会 朝着走廊镜头的方向走去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石门 他用尽力气才将门推开 而门后却出现两名同龄的孩子 看样子也是此处的幸存者 无业见状一脸平静 在二人惊讶的目光下 静止朝前方探索 发现这里跟自己所在的区域一样 女孩表示这里只有他们两个幸存者 无业察觉到对方似乎看不见黑暗中的自己 看来他是唯一一个完全适应黑暗的人 一番寒暄过后 无业说出可能还有其他区域的看法 随即带着二人往另一边的镜头走去 一座石门再次出现在镜头 三人合力将其推开 发现里面的幸存者更多 无业并没有和他们交谈 而是继续观察此处的环境 这里的情况略有不同 虽然也有尸体 但这里的食物充足不可能饿死 从尸体上的伤口可以看出 他们都是自杀而亡 无业再次找到镜头的石门 推开门的刹那一股刺眼的光芒照耀而来 这令长期生活在黑暗的众人顿时无法适应 许久后无业睁开双眼 洞中竟出现数座房屋 众人靠近发现此处并无人居住 而且里面的构造十分简单 思续间一旁的李敏叫住了他 抚摸着他的脸庞好奇道 你的红色瞳孔真漂亮 是天生的吗 无业有点惊讶 自己的瞳孔是红色的吗 莫非是那条毒蛇的缘故 接着他又陷入沉思 在这里与其他人不同并非好事 李敏见状悄然一笑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大家都很困了 只有你一个人在冷静思考 这时一旁的苏瑶打断他们的谈话 他邀请二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无业想都没想变摇头拒绝 苏瑶虽有些失落 但没有过多纠缠 而李敏则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无业独自朝黑暗的方向走去 他知道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现在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之后众人开始拉帮结派 形成数个小组 每个小组都有领头人物作为主导 而无业变成了那个唯一的例外 但他对此漠不关心 只是认真的打量着四周 能在地下建造这么大的空间 绝不是一般人可以绊倒 这时头顶突然出现一道亮光 一个装满食物的篮子从天而降 这让本就饥饿的孩子们开始拼命争抢 而个小组的首领将他们拦下 经过商议决定平均分配食物 就在这时 无业大喊一声等下 他表示要拿走自己的那一份 但这行为引起一旁红毛的不满 接着死死抓住无业的手臂 没有我的允许就想要食物 你算什么东西 蓝还为了获得夜市的能力 竟然每天都让毒蛇咬一次 蛇毒入体的刹那将他折磨得痛不欲生 而在排毒的过程中 他的身体慢慢提高了对蛇毒的抗性 瞳孔也渐渐变得如毒蛇般心红 他深知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洞穴中 有的只是尔虞我诈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无业只是想拿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 这个举动让领头的红毛很是不满 直接死死抓住无业的手臂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想要食物 你算什么东西 无业没有回答 如毒蛇般的双眼闪过一丝杀气 右手拇指闪电般插入红毛眼中 将他按到地上死死掐住其脖子 面无表情冰冷说道 你可以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红毛的惨叫声让所有人心惊胆战 他们都被无业毒蛇般狠辣的手段吓到了 地旁的苏摇剑状急忙上前求情 放开他吧 你的食物应该没人敢动了 其他两位首领也唯唯诺诺点头同意 无业文言转身对红毛冷冷道 如果你不想失去另一只眼睛 就别来惹我 吃着食物的无业陷入了沉思 他大概能猜测到这是一个测试 管理者们肯定是想从中选出优秀的孩子 无业坚信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而他要做的就是拼尽一切活下去 这时苏摇来到无业面前 再次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小队 无业并没有同意 他深知苏摇并非善于织辈 自叫迅红毛后 他的阵营越发壮大 这归功于他的求情和合理的分配食物 如此拉拢人心的手段可见一斑 而无业依旧每天在培养对毒的抗性 这将是他生存下去的一张底牌 这时装着食物的篮子再次扔了下来 可这次的食物竟只有往常的三分之一 无业见状缓缓起身 那些人的阴谋开始了 次日 苏摇的队伍中出现第一名死者 无业知道死的是他们中最弱的孩子 身为小队头领的苏摇并不想善罢甘休 他决定以同样的方式报复其他队伍 自那之后 每过一晚每个队伍中最弱的人都会死去 孩子们开始不再信任彼此 如同风魔一般自相残杀 而无业打算待在密室中远离这场战争 每日吃着苔藓度日 但很明显有人不打算放过他 红毛带着几人寻到了此处 失去一只眼睛的他对无业怀恨在心 身处黑暗中的无业一脸平静 默默记下一行人的数量 突然红毛身边的小弟发出一声惨叫 接着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失去了动静 而不远处的银白毒蛇迅速离去 未等红毛反应 身后拿着火把的小弟突然消失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剩下的两人不知所措 下一秒 黑暗中的无业将手伸向另一名小弟 手臂如毒蛇的身躯般死死缠住其脖子 咔嚓一声脆响便扭断了颈椎 做完这一切的无业冷冷地看着红毛 此时的红毛已被吓得直冒冷汗 但他还是咬着牙朝无业重去 可黑暗中的他更像是一只无头苍蝇 在无业敏捷的动作下连一脚都未能碰到 无业身形一转来到其跟前 发拳围找直击气下额 随后手臂如毒蛇般缠上其脖子 红毛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变隐恨西北 无业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为了活下去 他需要变得更加强大 注意看 男孩手中的土豆将引发一场战争 饥饿的孩子们看到土豆如同恶狼看见了羔羊 纷纷杀星大起朝着二人冲去 在这食物短缺的环境 一个土豆足以让他们丢掉性命 但这群恶狼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却是让他们丧命的陷阱 随着一声响亮的口哨响起 房屋中冲出一群手持木棒的孩子 他们出手狠辣招招致命 短短数秒便将对方尽数剿灭 队长想上前阻止 奈何人多示众转眼就将其包围 苏瑶一脸笑意缓缓走 事已至此高昊不得不低头 他恳求苏瑶放过自己的手下 可如今食物稀缺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 为了自己队伍的利益 他别无选择 说了句全杀了便转身离开 而远处的吴叶将这一幕看在眼中 看着这些孩子在建筑中不择手段互相残杀 他似乎明白了这里创建者的真实目的 这建筑像是现实中某个门派的复刻板 如此宏伟的规模定是江湖地位显赫的门派 而创建者将他们抓进这里 是为了让他们熟悉建筑的构造和习惯杀人的感觉 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派去刺杀同样建筑里的人物 但这种建筑若是严加防守 闯入这里绝对是九死一生 看来创建者是想把他们培养成死士 用完一次就抛弃了杀人机器 顺着其目光向上看去 只见数位蒙面人以极快的速度从天而降 未等孩子们反应 手中的木棒已是狠狠敲打在他们身上 出手极重却只伤皮肉不损精 吴叶强忍着剧痛一声不吭 他深知对方不会取他们性命 此时若反抗只会引起他们的注目 直到三个领头模样的人出现 蒙面人才停止对孩子们的殴打 为首之人自称一号 以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 从现在起 你们的命就是我的 服从命令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一名孩子只是质问他们是谁 冰冷的刀刃便划过其伯格 这一幕将孩子们震得直冒冷汗 此后孩子们进入了地狱般的训练 最后一名将会被无情地斩杀 若想活下去 只有变强成为一名冷血杀手 而苏瑶成为了最突出的存在 不仅武力超群 执行力和胆量也是一流 吴叶则一直保持着中游的成绩 他深知不能太过隐人注目 那样只会令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但他暗地里付出的努力是其他人的数 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奔雷心法 此功法是三号传授给他们的初级武学 只要练至一层便可感受到气的存在 其他孩子都将这心法当成入门的垫脚石 纷纷只练到了一层 可吴叶并不这么认为 随着修炼的深入 他发现此心法能大大提升移动的速度 若练至大成 他将比其他人多出一件致命武器 三百名孩童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洞窟 每日承受着极其残酷的训练 只为将他们培养成冷血杀手 甚至让他们手持力气互相残杀 无叶的对手出手狠辣招招致命 猖狂的笑意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而一旁的教官对这一切视若无睹 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这时对方发出一亩狂笑 身形围着无叶不断闪动 试图以此扰乱无叶的视线 抓住无叶的视野盲区 树根极细的暗器暴射而去 无叶挥动手中的短剑将暗器弹开 对方则趁机摸到身后一剑刺下 他的速度极快 快到只能看到不断交错的残影 和短剑碰撞的声响 随着最后一击落下 无叶略显疲惫地出现在原地 他深知若在继续隐藏实力 搞不好真的要交代在这里 随即扔掉了手中的短剑 一个大顶锡如闪电般击中对方腹部 接着迅速抓住其手臂 提膝而上直接将手臂掰断 但无叶并没有痛下死手 不是他心生怜悯 而是想借此试探教官们的反应 下一秒 一把利剑已是抵住他的咽喉 甚至连对方出剑的动作都未能看清 一号看着无叶冷冷说道 在厮杀中手下留情 最终死的只会是你 身为刺客不论何时都必须已决后患 话罢便收剑转身离取 无叶猛地大口喘着粗气 那凌厉的杀气竞压得他喘不过气 不过好在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创建者需要的是潜力强大的种子 六年时光如白居过系 三百名孩子如今也仅剩下寥寥三十 其中最优秀的几位实力已经远超教官 无叶甚至可以用龟西大法 屏藏在教官眼皮底下不被发现 但他们知道离执行任务的时间不远了 数日后所有人便被召集到大厅 一号拿出三本秘籍 你们中必须有三人学习这些武功 剩下的人则要想尽办法刺杀学会功法的三人 这也是你们最后的训练 完成训练的人将不会再受到任何强迫 直到你们离开这里 众人文言面面相去 这意味着只要牺牲三人 其他人便可安全地离开这里 无叶深知这是让他们自相残杀的陷阱 但这三门武功很可能是目前所知最强的武学 他决定赌一把 成为被其他人追杀的目标之一 随着刺杀任务开始 其余两名学习功法的人相继死去 唯独剩下无叶一直隐藏不知所踪 苏咬几人相聚商量应对之策 秦山提议不如直接去杀了教官 这可能比杀无叶要简单许多 天宇当即点头表示同意 但他们清楚如今所有人越发强大 教官们不可能没有反制他们的手段 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话罢几人便转身离开 他们不知道的是 无叶一直隐藏在他们身后 刺杀教官的话语让他有了一丝想法 此时他们一定在监视着孩子们 这或许是发觉他们真正目的的大好机会 他悄悄潜到一号的住所 发现只有两名蒙面人看守 随即施展奔雷心法 在移动中加上龟西大法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他在一号房中迅速翻阅着书记 试图找出有用的线索 最终在隐蔽的柜子里找到一张委托书 以50万两黄金委托血影团暗杀吴刚生 时间持续7年 条件是不能留下任何与血影团相关的痕迹 无叶见状瞳孔萎缩 7年时间牺牲那么多人 竟然仅仅只是为了杀一个人 这吴刚生到底是怎样强大的存在 突然他发现门外有动静 一号正朝着房间缓缓走来 杀手的惊艳告诉他有人进过这里 他猛地推开房门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但从书籍上的轻微痕迹 还是断定有人来 他怒气冲天走出房间 将情况告诉了其余两位首领 猜测出一定是最善于隐藏的无叶所谓 他决定使用最后的反制手段 是时候让孩子们知道 他们的生命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 殊不知无叶就隐藏在他们头顶之上 不久后 一号来到高处吹响了笛子 随着笛声响起 地骨钻心的疼痛席向所有孩子 就如同被千万只蚂蚁啃食着内脏 所有孩子都承受不住昏厥了过去 这时无叶出现在黎敏身前 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他知道是教官们动用了某种手段 但这对他来说只是有些许刺痛 接着将部分内力输入黎敏体内 试图借此缓解他的痛处 同时思考着为何自己能安然无恙 他们处在同样的环境 吃着同样的食物 甚至休息同样的功法 难道是自己体内有对毒的抗体 他瞬间意识到教官的手段 肯定和毒物有关 突然远处传来蒙面人的声响 他们正查看着孩子们的状况 此时的无叶心思急转 若在此刻逃跑 自己的耐毒体质将会彻底暴露 随即倒在地上装成中毒的模样 突然一号的身影闪电般出现 不由分说一箭刺进无叶胸口 你在我房间看到了什么 说罢便想挥剑了结无叶的幸运 幸好关键时刻二号阻止了他 鼻气线已经不远了 我们还需要他 并且可以用毒药控制他 一号文言便不再刁难 命令手下给孩子们喂下解药 孩子们这才在痛苦中悠悠醒 几天后 苏瑶几人找到无叶 询问起教官到底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 他在晕厥之前并没有发现无叶的身影 但醒来时无叶就在身边 这足以说明无叶有着反制的方法 无叶文言也大方将毒药的事告诉了他们 但如何克制毒药只能靠他们自己想办 离开前李敏害羞地对无叶说道 我的真名叫李秀敏 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转眼时间到了他们离开的日子 这让孩子们欣喜若狂 苏瑶告诉无叶 李秀敏知道很多关于毒药的知识 把他们几人身上的毒都解了 随着离开的机关缓缓升起 他们终于要离开这生活了七年的地狱 这个男人为了十两银子 狠心将三百名孩童 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七年 每日对他们进行地狱般的训练 甚至让孩子们自相残杀 只为将他们训练成冷血的杀手 最终活下来的仅剩三十人 而今他们终于等到离开这里的那一刻 随着机关缓缓升起 无叶看着照射下来的阳光 似乎想到了什么 随即一把扯下身上的衣袖 将自己眼睛蒙住的同时大喊道 不想失明的话就赶快蒙上眼睛 反应过来的同伴也急忙照走 随着离洞口 越近阳光便更加猛烈 七年暗无天日的生活 让他们感到强烈不适 仅仅片刻便将他们肌肤晒得通红 众人很快被送到了洞口 一个男人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他似乎很满意这次的训练成果 随即命令手下带孩子们 去适应外面的环境 而无叶从对方不掺杂 任何感情的语气中 猜测这人或许就是 血影团的团长 他默默将这个声音记在心里 外面的环境让孩子们 无比的兴奋 他们无数的日夜 都在渴望着这种生活 无叶感受着久违的清风 他深知接下来的日子 将会更加残酷 果不其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给他们每人扔下两把匕首 拿起你们的武器 晚上随我去执行任务 无叶见状眉头紧皱 想不到这一刻来得如此之快 深夜 众人已是枕装待发 四号带领他们 朝森林深处几尺 令他惊讶的是 孩子们竟能紧紧跟随着他的脚 想到这些万里挑衣的 天才的悲惨命运 他不禁感到一阵惋惜 很快他们在一处悬崖边停下 四号命令所有人在此处隐藏 等待他的命令 翻越前方的高山 山中有一座 与地牢一般无二的建筑 住在清月宫的吴刚升 便是你们的目标 在暗处的孩子们 散发着强烈的杀气 他们想知道到底是谁 让血影团不惜代价 将他们训练成杀手 转眼来到次日清晨 吴夜依旧在默默等待 他们收到命令任务 将在夜间进行 这说明还有时间 将身体调整到巅峰状态 突然他猛地睁开双眼 一股难以言表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下一秒一把长枪刺穿地面 静止穿透身边同伴的身体 此时吴夜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他们的行踪被暴露了 随着尸体被长枪高高挑起 立明壮汉出现在地面 身边围绕着一群青城派弟子 找出所有刺客 杀无射 吴夜自知情况不妙 带着铜弹突破地面 朝着四方分散逃离 壮汉见状露出一亩嗜血的笑语 手中长枪带着破空声暴射而出 其中一人瞬间被贯穿了身体 接着他夺过手下的武器 连续数次暴射解决其余几人 一阵蓄力后大喝一声 最后一个 长枪如雷霆般朝远处的吴夜戏去 强烈的危机感让吴夜不自觉瞳孔萎缩 随即身形扭转在极限距离 将长枪打偏 紧接着内力凝聚于右腿横空踢去 长枪如闪电般穿过一众弟子 朝远处的壮汉飞去 可惜这一击还是偏差了半分 仅仅只是在壮汉耳朵留下一道伤口 吴夜借此时机 瞬间将距离最近的几名弟子解决 随后毫不停留消失在森林之中 即时中他不断思考为何会暴露行踪 同伴们根本不知道伪托书的存在 那剩下唯一的可能便只有四号 但血影团为何会在这时候抛弃他们 难道是伪托方有便为了销毁证据 突然树根利剑朝他暴射袭来 尽管他反应极快翻身闪躲 但还是被两箭射中 他忍着伤痛继续逃顿 如今可以确定血影团已经将他们抛弃 想活下去唯有靠自己 在林中发现一块留有同伴记号的石头 从血迹可以看出同伴应该身受重伤 他回想起追杀自己的人中 至少有七个门派的人参与其中 突然身后一道寒光袭来 吴叶连忙拱腰闪躲 带看清来人 发现竟是同伴李秀明 只见他看到吴叶露出安心的微笑 随即失去力气倒了下去 你没事就好 爱他的女人即将死在他面前 他很想救他 却发现根本无能为力 李秀明抚摸着吴叶的脸颊 能在死之前看见你已经知足了 我希望你能够活下去 在生命的镜头能再听你叫一次我的名字吗 随着吴叶喊出李秀明 他最终带着笑容闭上了双眼 吴叶浑身散发着杀气 他好恨 这一切都是因为青城派的吴刚生 有人委托血影团刺杀吴刚生 结果就是三百名孩子被抓入地牢 为了将他们培养成刺客而折磨了七年 如今却被当成了弃子 想将他们从计划中抹去 吴叶发誓 他一定要找出这一切的主导者 将他们的骨头全部绞碎 不惜任何代价 另一边 血影团团长杨天拿着雇主的密函 计划取消 不留痕迹抹去全部证据 虽然花费大量精力培养出来的刺客 还未来得及使用就抛弃有些可惜 但是以至此他们别无选择 而四号却显得有些担忧 雇主大费周章设计这一切 却又突然改变了想法 他们会不会寻到这里将我们灭口 而杨天对自己住所的隐蔽性颇为自信 认为不可能有人能找到这里 突然他发现手中的密函不对劲 竟然被吓了有独特气味的跟踪箱 砰的一声 一名手下撞碎房门倒在他们面前 大批人蚂蚁是闯入了殿堂 口中高呼消灭这些肮脏的刺客 杨天气的脸上轻筋暴涨 血红色的剑刃瞬间出窍 身形化成一道闪电朝人群冲去 几个光头还没来得及反应 下一秒便被杨天一剑劈下头颅 突然他的瞳孔急剧收缩 只见一道强横无比的力量瞬间来到跟前 来不及思考 蕴含强大内力的一剑朝前挥去 两股力量碰撞发出轰隆巨响 杨天的身影出现在弥漫的沉烟中 这一击竟将他打成了重伤 待看青来人 脸上露出无比震惊的神色 对方竟是峨眉派大弟子独心穷华 那么暗杀委托者便是峨眉派长人 自己秉承职业操守 没去查探雇主身份 这是最大的失误 穷华担心他将真相攻之于众 挥动扶尘朝其发起猛烈攻击 杨天艰难地抵挡 所谓名门正派的嘴脸 令他感到恶心 身形猛地暴射而起朝对方冲去 凌厉的剑法不断与穷华的扶尘碰撞 穷华不经眼神异理 一个杀手团长竟有这般强大的力量 此人绝不能留 随即大喝一声 扶尘如风般化为道道游丝 狂暴的力量净直击中杨天胸膛 身形猛地倒射将地面撞得四分五裂 而穷华并未罢首 转眼已是来到跟前 壁骨无可匹敌的力量顺势落下 顷刻间杨天被贯穿了胸膛 待一切平静 峨眉派掌门缓缓走来 杨天健壮对其破口大骂 可下一秒便被掌门一仗击碎了头颅 终究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B号也在战斗中深受重伤 她的对手是一名美丽女子 峨眉派掌门关门弟子 雪兰 B号不经自嘲笑道 我当了十几年的杀手 最终竟然死在峨眉派一个弟子手中 说罢便仰头倒下失去了气息 而仅剩的四号也被抓到他们面前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掌门询问其总共训练出多少杀手 四号也是坚韧之辈 紧咬牙关一声不吭 掌门见状散发出诡异的杀气 接着一掌拍向其头顶 恐怖的内力瞬间清洗进她的身体 你是说还是不说 一股生不如死的疼痛涌遍四号全身 在惨叫中她终究说出二十八的数字 但最终也逃不过被抹杀的命名 这时穷华禀报 二十八个人已有二十四个被斩杀 也就是说还剩四人 传令下去 不惜任何代价将他们从世界上抹去 之后掌门在房中召见了雪兰 我会尽快前往青城派定下你们的婚期 你的联姻对峨眉派至关重要 希望你为此精心做好准备 雪兰闻眼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挣扎 最终还是落寞地闭上了眼睛 我接受师父所有的安排 兰还被关地下洞穴整整七年 作为刺客培养每日承受残酷的训练 本以为完成刺杀任务便可恢复自由之身 不料却惨遭组织的背叛 看着昔日的同伴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 他好恨 发誓定要把这一切的主导者找出来 将他们的骨头全部搅碎 于是他盯上青城派一名感激的弟子 逼问起吴刚生的底细 得知吴刚生乃青城派最杰出的弟子 其武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这个答案没有出乎吴叶的预料 若非如此 血影团也不会花费七年时间来培养他们 接着吴叶动用易容秘术 将脸庞易容成眼前之人的模样 虽说细看还有些许差别 但若是匆匆一撇根本分辨不出来 吴叶就这样大摇大板混进青城派内部 看着吴刚生所在的明月殿 吴叶心中无畏杂陈 虽然是第一次来这里 但这建筑的构造与地牢中的一般无二 另一边 青城派出现刺客令重长老感到担忧 掌门武林圣断定此事必定是有人精心策划 但目前信息缺乏 暂时还无法揪出幕后的主使 数十年前 魔教崛起仕途入侵中原 就在江湖危难之际 各大门派组成联盟浴血抗敌 其中少林武当华山立下赫赫战功 一跃成为江湖三大教派 而青城峨眉两派却选择封闭山门 自此名誉受损一落千丈 青城派费尽心机就是为了赶上三派脚步 而副掌门之子吴刚生天生便是练武器材 若倾尽全力加以培养 在十年之内超越他们也并非不可 而此次与俄眉掌门弟子雪兰的联姻至关重要 但俄眉掌门狼子野心 多年来一直急于赶上青城派 若与之联姻恐怕他会吞并整个青城 但此刻他们已别无选择 两派若在消耗下去最终只会两败俱伤 而副掌门谈及自己的儿子吴刚生时 却是一脸的失望 本是一代天之骄子却整日沉迷于美色 此时的吴刚生正在美人怀中酣睡 殊不知吴业已是潜藏来到二楼 但他的神情紧张冒出一身冷汗 此人虽在熟睡 但其强大的气息依旧令人胆颤 他和血影团团长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吴业依旧选择出手 既然他是人 被剑刺中也一样会死 必跟长线缓缓从缝隙中落下 吴业秉息不敢有丝毫大意 好在长线准确地套入吴刚生搏隔 就在这一刹那 对方却猛然睁开双眼 一股强大的威压朝四周扩散 吴业瞳孔猛地收缩 索性一跃而下将长线绷直 吴刚生瞬间被勒住咽喉拉向半空 但他反应极快 手画掌刀将长线劈断 稳定身形的他有点莫名其妙 刚梦到周公女儿却来了个上吊 吴业则抽出腰间的匕首 双腿阵地朝对方弹射而去 匕首带着寒光直取其咽喉 但吴刚生仅仅一个剑指便将攻击弹开 随即一掌将吴业拍飞出去 接着身形紧跟而上 手掐剑指竟在身后凝聚出一柄利剑 吴业咬紧牙关艰难挡下 但迎接他的依旧是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吴业一时难以招架十分狼狈 他不敢相信和对方差距竟如此之大 必须想办法尽快摆脱现在的局面 随即脚步微侧露出隐藏的短刀 以极快的速度踢向吴刚生面门 但还是在极限距离被骑挡下 吴刚生见状大胆有趣 你为什么要杀我 是那个贱人的父亲派你来的吗 他本是清澄派的天之骄子 自小便对武学有着极高的天赋 若冠之年就被誉为清澄派未来的希望 但他终究无法忍受修炼的枯燥与乏味 于是他开始沉迷于美色 只要他想要 便有无数女子争着给他生猴子 但那个女人是个例外 沉于洛艳的容貌让他难以把实 他借着酒精将女人拖进了小巷子 这也是他这辈子犯下最大的错误 当晚女人不堪受辱选择了自己 身为天之骄子的他 却仅仅只是被关了一年的禁闭 此时他手持短刃直指吴业 是不是那个贱人的父亲派你来的 吴业文言一脸不解 但对方恐怖的气势令他一阵心惊 就如同有千万利刃将自己包围一板 见吴业没有回答 吴刚生报社而起朝吴业攻去 强大的力量震得吴业双手发麻 随即他不再打算硬拼 施展鬼魅身法在寒光中腾磨闪躲 抓住对方出招的空档 一记朝天灯踢中其下把壳子 而这也将吴刚生彻底激怒 被一只蝼蚁打伤对他来说是一种吃辱 随手一挥便将吴业的匕首打飞出去 蝼蚁一样的家伙 你可以去死了 吴业赶忙翻身躲过这致命一击 朝着不远处的长剑急速跑去 抓住剑柄的瞬间反手朝对方暴射戏去 吴刚生抬起短刃抵挡 吴业趁此时机抓起六柄长剑 用尽全身力气朝对方甩去 这一击的速度极快 甚至截断了吴刚生前进的路线 只见他朝剑中注入内力施展秘法 青城派绝血 七十二剑浪 庞大的内力如惊涛骇浪般涌出 嗖的一声 身形如瞬一般已是出现在吴业跟前 一股死亡的危机感瞬间将他笼罩 突然他想起了在地牢中学习的功法 纳门让他遭到众人追杀的功法 当的一声 吴业近抬剑将这强大的一击挡下 吴刚生满脸的不可置信 一个蝼蚁怎么可能挡下我青城派绝血 随即不留余力再次朝吴业攻去 而此时吴业的身法更加鬼魅 辗转间竟幻化出处到幻影 无论对方怎么攻击都无法刺中本体 下一秒 吴业出现在吴刚生背后 尽管他急速反应挥剑劈来 但这对一个刺客来说已经足以致命 扑姿一声 吴业一剑贯穿其胸膛 吴刚生吐出鲜血满脸不干 他到死都想不到自己尽死在一个蝼蚁手下 次日清晨 毕生真儿的锦中想撤整个青城派 各大长老闻讯而来 副掌门趴在儿子身上不断怒吼 他发誓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找出凶手 随即拿起地上的血剪 禁止朝那名女子走去 为了儿子和整个青城派的声誉 希望你不要怪我 另一边 闻眉掌门收到吴刚生生死的消息 得知情况的他怒火滔天 本以为将血影团剿灭能确保万无一失 没想到却被几条小鱼打乱了计划 因青城派答应联姻他才取消了刺杀任务 若联姻成功 十年内青城将人由他摆布 那些刺客很可能知道我们的秘密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将他们抹杀 青城郊外 一个农民唱着山歌缓缓而行 此人正是吴叶一荣打扮 而等待他的 是个派部下的天罗帝王 他武艺高强胆大包天 单枪匹马闯入青城派刺杀首席大弟子 却在逃亡路上惨遭追兵拦截 只见吴叶手中四线迅速缠上队长脖子 在吴叶的逼问和死亡笼罩之下 最终说出了幕后主使 他们奉额眉派掌能灭绝师太之命 不惜代价协助青城派抓拿刺客 吴叶瞬间将这一切联系起来 能够隐忍七年将他们培养成刺客 又同时拥有雄厚财力的势力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那个老妖婆 这时身后突然涌现大量追兵 吴叶只能抽身往森林逃顿而去 而吴叶逃脱的消息很快传入穷华耳中 他没想到一条小鱼竟有这般出众的实力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地旁的雪兰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方能在如此大规模地追捕下逃脱 这意味着他有着过人的手段 此时他定在无尽的逃亡中精疲力尽 在这种情况下 他极有可能回到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也就是曾经将他培养成刺客的地牢 穷华文言当即下令 前往地牢所在之处守株待土 果不其然 吴叶刚到这里便陷入无止境的围杀 就在其即将到达地牢之际 身后一道狂暴的剑气猛然落下 强大的力量震得整个山都在颤抖 待沉烟散去 地面上赫然出现一道数公里的鸿沟 来人竟是倾城派武道建设 由于愤怒没有控制力道 险些将刺客斩杀 必须将其活捉 问出幕后主使是何人 这时穷华一跃出现在半空 蕴含强大内力的一击猛然落下 朝着夺落而逃的吴叶戏曲 轰隆一声巨响响彻整个山 待一切平静 吴叶的身影消失在地牢入口 不到剑圣剑状皱起了眉头 雄华这一击分明是想置对方于死地 众人很快进入地牢 而眼前的一幕却让剑圣一脸震惊 此处建筑竟与青城派一般无二 这绝对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剑圣仰头发出一声怒吼 浑身气势猛然爆发开来 你们给我听好了 一定要活捉此人 若他死了 你们必将承受我的怒火 雄华文言惊出一声冷汗 他自知剑圣已经开始怀疑峨眉 无论如何必须在青城派之前找到刺客 将他从世界上抹去 而剑圣探查起这里每一个角落 在密室中找到那卷暗杀委托书 里面的内容令他怒火滔天 为了区区五百万两黄金 竟将青城派未来的希望扼杀 狂暴的气势猛然向周围四面 四周墙壁被震得轰然倒下 不料墙壁后面出现另一片空间 远处的石台上存放着一本秘籍 而悬崖之下竟是树枝不尽的毒蛇 剑圣缓缓走到秘籍跟前 看着这名为九魔流的功法陷入了沉思 他认出这是魔教之战后 九魔派遗留的功法 这些毒蛇应该是为了修炼九魔流所有 莫非此处是当初九魔派的根据地 后来被血影团发现并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 无业展开疯狂的报复 利用地形的熟悉对青城派弟子进行屠杀 男人被扔进满是毒蛇的蛇窟 每日承受上万毒蛇的撕咬 就在刚刚 无业对青城派弟子展开疯狂的报复 隐藏在黑暗中的他形如鬼魅 每次显现身影必有一人倒下 他就如同来自地狱的魔鬼 根本无人能发现其移动的轨迹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他恨不得将在场所有人的骨头全部绞损 哪怕全身沾满敌人的鲜血都未曾停下 就在众弟子闻风丧胆之际 熊华猛然出现将他们护在身后 而黑暗中的无业身形化为一道残影 如鬼魅般朝着熊华俯冲戏剧 熊华敏锐察觉到身后的杀气 手中浮沉带着狂暴内力一击轰出 无业深知此时已然来不及闪躲 竟以血肉之躯硬生生将攻击扛下 随即忍着剧痛攻腰突进 化全围指直击熊华左眼 呼唇一声 一道血柱瞬间喷射而出 就在无业未废奇异之眼而兴奋时 突然身后一柄长剑刺穿她的身体 出手之人正是峨眉弟子雪兰 你跑不了的 投降吧 无业闻言发出一声冷笑 手中四线暴射而出将雪兰逼退 随即双腿发力迅速拉开距离 只见她平静地将长剑拔出 即便是投降 你们峨眉也不会放过我吧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灭绝事态 不就是想将我们所有人灭口吗 熊华见无业果然知道事情的真相 当即对着雪兰怒吼道 快杀了她 雪兰闻言无奈闭上双眼 虽然我对师父的作为有些不耻 但你杀死的吴刚生 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 我必须为她报仇 看着对方强大的气势无业大感无妙 必须找机会撤离才能够保密 就在这时 一道灵力剑气闪电般击在其腰间 强大的冲击力让她狠狠砸向石壁 剑胜的身影朝他们缓缓走来 熊华见状大惊失色 此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听尽全身内力一击朝无业攻去 说什么 但回应她的是剑胜那令人窒息的杀意 她俯身看着奄奄一息的吴业 你为什么要杀了吴刚生 因为我是一个刺客 即便是刺客 也应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吴业闻言发出一声耻笑 我们自幼被抓进这炼狱般的地牢 就连活着都是一种奢侈 你跟我谈什么明辨是非 剑胜闻言神情一愣 此人分明是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 若家已培养必能成为顶尖的存在 可为何他的眼神会如此的怨度 接着剑胜从怀中拿出那份委托书 告诉我 幕后主使是谁 而吴业脸上的笑容更甚 你心里不是早就猜到了吗 何必多此一问 凌厉的杀气在剑胜眼中一傻过 这让穷华惊出一身冷汗 你杀我清澈派这么多弟子 不会让你痛快地死去 我要你在饱受摧残中 为死去的弟子赎罪 说着拉起吴业朝远处走去 吴业脸上的笑容依旧不解 赎罪 那我们七年如炼狱般的生活 谁又来为我们赎罪 剑胜将他拉到蛇窟的悬崖边 去吧 在万毒世心的痛苦中 结束你肮脏的生命吧 随即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而吴业脸上依旧挂着鬼魅的笑容 男人被扔进满是毒蛇的洞窟 每日承受成千上万条毒蛇的撕咬 尽管如此 他也并未放弃求生的希望 反而抓起毒蛇生思咀咀嚼存活了下来 就这样过了整整七年 洞窟中已是看不到毒蛇的身影 而吴业身体似乎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 他意识到是时候离开这里 青城派 峨梅派 希望你们能够承受得住我的怒骨 几天后 一场大雨冲刷着尘埃 犀利的雨声令吴业急躁的心情恢复平静 回忆起饱受折磨的七年时光 这一切都拜青城峨梅两派所赐 看来要到成都获取更多他们的情报才是 思绪间一阵吵闹的声音打断了他 三名五人来到庙中躲雨 其中的女子很快发现了吴业 吴业阴柔俊俏的模样将他深深吸引 下一秒镜直接泛起了花痴 当即便上去与吴业攀谈 得知吴业也要前往成都后 他提出结伴而行的想法 吴业文言陷入了沉思 道士 和尚 女人 这组合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奇怪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将他们组合到一块 莫非成都出了某种大事 想到这里吴业索性答应了邀请 次日 一行人登上前往成都的货船 许兰珠借此时机不断与吴业交谈 远处的苦僧看着二人相谈甚欢担忧道 此人来历不明实力难测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而一旁的吴道士不以为然 你认为血蜘蛛会被一个男人迷住吗 他所有的行为都是经过计算 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却在卖萌 想想就让人觉得可怕 突然一声惊呼传遍整艘货船 只见一群海盗正朝他们急速靠近 为首之人提着砍刀大喊着 此海是我开 船夫们哪见过这种阵仗 慌乱地在船上四处逃窜 这时吴道士来到船长跟前 需要帮忙吗 报仇只要五百两名字 话语刚落 身后的苦僧猛地弹射而起 一个闪身便来到海盗船上 海盗们瞬间被激怒 数把砍刀对着苦僧当头披下 而苦僧抬起手中的馋杖 将所有攻击尽数挡下 紧接着一股与其格格不入的杀气迸发而出 身形幻化出树道须翼 罗汉金刚掌 几息后所有海盗尽数被剿灭 谁能想到一个和尚竟如此杀法果断 而吴道士滴溜着前代满脸笑意 苦僧无奈喊出一句佛号 下次还是请许姑娘出手吧 而此时许兰珠还在对吴叶纠缠不休 她希望到成都后吴叶能继续与她同行 但吴叶想都没想便摇头拒绝 许兰珠健壮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但背对吴叶的那一刻 她的眼中却闪过一丝利索 而吴叶经过刚出的战斗 判断出他们是以武力换取金钱的赏金猎人 这意味着成都有可能发生了一场 大到需要雇佣赏金猎人的战争 但清晨俄美两派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除非战争就是由两派引起的 想到这里吴叶不禁发出震震冷笑 几天后 货车在码头靠岸 吴叶和三人进行告别 表示到达成都后会与你们联系 随即转身朝小镇走去 她还有些东西需要准备 不久后她来到一间客栈 可她那如女人般俊俏的容颜 瞬间引起一群大汉的注意 甚至还打赌她是女扮男装 一个壮汉率先伸出了魔爪 是不是女扮男装 扒光了看看便知 少年被扔进满是毒蛇的洞窟整整七年 每日承受万毒是心之痛 但她并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 反而靠生吃毒蛇活了下来 或许是因为蛇毒的缘故 她的容貌竟变得如女人般阴柔俊俏 当她来到一间客栈时 所有男人都被其出众的相貌吸引 甚至还有人打赌她是女扮男装 其中一人更是伸出了魔爪 扬言要将吴叶扒光念念真假 面对着不知死活的行径 吴叶手指轻轻一弹 筷子如利剑般插入对方眼中 壮汉捂着伤口怒骂她是个疯子 而吴叶眨眼已是来到其跟前 看来你不需要眼睛 随着壮汉倒下 她的同伴见状急忙群庸而上 吴叶则再次拿起一把筷子 随手一挥朝着前方甩去 速度之快令她们根本来不及反应 下一秒便全部倒地失去了信物 另一边 许兰珠三人已是抵达成都 他们发现大街上的五人都带着武器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硝烟的味道 这让许兰珠满脸兴奋 她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们在城中与一名男子会合 此人乃黑云兵团团长张木良 他此次召集众人是因为成都即将大乱 七年前青城俄美两大宗派 不知为何开始明争暗斗 这自然导致了整个四川武林的分裂 我有预感 接下来他们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这或许是我实现梦想的大好机会 另一边 吴叶询问起掌柜四川门派的情报 掌柜表示门派内部的事情并不知晓 但火龙房的工匠可能有你想要的答案 他们长期与四川各派有生意来往 若购买兵器他们会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吴叶很快来到火龙房 看着铺内正在挥锤冶炼的少年 吴叶不禁升起一丝赞赏 冶炼声音竟如此清晰明亮 这时屋内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只见掌柜一脚将少年踹开 谁让你动锤子的 不知死活的东西 吴叶好奇地询问道 那少年做错了什么 为何不允许他冶炼 掌柜文言便知道吴叶并非本地人 随即解释道 那小子是唐门后裔 是不允许动锤冶炼的 因为曾经的唐门支持过魔教 也因此成为各大门派的围剿对象 一夜之间整个唐门在江湖上出名 在四川门派的眼中 唐门之人就是肮脏的叛徒 各派决不允许任何人传授他们冶炼技术 因为他们害怕历史会重演 吴叶文言觉得有些可笑 先辈的过错却要后人来承担 随即让掌柜带他去挑选趁手的武器 听说最近铁匠的生意很好 掌柜文言满脸效应 自从清城峨眉引发战争以来 订单的数量便翻倍地增长 吴叶买完兵器正要离开时 却发现方才打铁的少年在被人围殴 肮脏的唐门后裔 竟敢趁着没人偷偷使用锤子 少年护着要害依旧不敢还手 这时一把匕首丢到他面前 吴叶看着他冷冷说道 如果让忍让成为一种习惯 那只会让你像狗一样活着 少年文言盯着眼前的匕首 怨恨的眼神缓缓变成了很烂 他本是暗器世家唐门的后裔 却过着如丧家狗般任人欺凌的生活 直到吴叶出现才让他有了一丝血血 他给唐昊扔了一把匕首 一味地忍让只会让你像狗一样活着 你可以选择怎样活下去 吴叶的话语如重锤般敲击在他胸膛 盯着匕首的双眼渐渐变得很烂 只见他瞬间起身死死咬住一人驳狗 那人惊恐地大骂他是疯狗 下一秒 唐昊的匕首已是悬在其瞳孔之上 同伴见状惊出一身冷汗 你就像一只咬人的疯狗 唐昊闻眼眼神越加伶俐 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人看过 给我记住了 再来扰我这把刀将会割断你们的喉咙 几人见状再不敢多言 搀扶着伤员灰溜溜逃去 而唐昊见他们离去 瞬间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 静止导入吴叶怀中 吴叶无奈只能将他送回住所 安顿好后刚要转身离开 不料唐昊却叫住了他 你要去哪里 吴叶思索片刻一脸 阴沉说道 去找我的债主们 青城派 峨眉派 还有所有追随他们的门派 我要找他们一一清算 唐昊闻眼一脸惊骇 你疯了吗 凭你一人就想与四川所有门派为敌 吴叶不想再与其多言 把我的匕首还给我吧 我需要用到 唐昊看向腰间的匕首 你想用这垃圾货色去报仇吗 这样你只会死得更快 随即俯身在床下拿出遗物 将一个包裹扔给了吴叶 吴叶看着手中的短剑不禁感叹 无论是材料或锻造工艺都极其完美 唐昊一脸得意 这是我偷偷做的 既然你要找青城和峨眉报仇 那就送给你吧 反正我们唐门灭门也是因为他们 吴叶不再多言微微一笑 随即运转内力操控其短剑 就如同拥有生命的蝴蝶般 在其周围飞舞 好见 以后便叫它蝴蝶笔吧 我叫吴叶 以后只要听到这个名字 就代表着我在使用它 唐昊报全告别 希望你能够活着回来 画面来到一处酒馆内 闭明女子正与几名壮汉相谈 百花阁在青城派的压迫下寸步难行 还需要仰仗各位对小女子的帮助 壮汉们文言争先表态 是与吴姑娘共进退 而女子表现出颇为感动的模样 其实心里却乐开了花 只要勾起这些粗俗男人的保护欲 他们便能任由我支配 直到我成为峨眉派主人 号令整个四川为止 就在女子带着众人 准备离开自己 一位银发男子引起她的助力 纳俊俏脸庞和邪魅的红眸 瞬间将她吸引 只见她大步朝吴叶走去 我是百花阁的吴青城 敢问少侠是否江湖中人 而吴叶只是冷冷一瞥 回应了一句与你无关 冷漠的态度瞬间 引起一旁护花使者的不满 竟敢对吴姑娘无礼 马上跪下给她道歉 吴叶面无表情缓缓起身 被女人蒙蔽的程度是有限的 出头之前 你不该掂量一下自己的精良了 讽刺的话语将壮汉激怒 历剑瞬间出窍朝吴叶当头披下 而吴叶只是微微侧身便轻松躲 壮汉见状神情一乐 一股无名怒火再次涌上心头 接着内力运转使出最强绝血 雷雨剑法 蕴含雷霆之势的一剑猛然麾下 吴叶捂着耳朵微微侧头 便与这强大一击擦肩而过 连看都不看其一眼 朝着清城的方向走去 可那壮汉没有停手的意思 不断朝着吴叶后背劈砍 吴叶身法极其鬼魅 每次避开都恰到好处 几夕后便来到清城面前 而那人依旧不依不饶 全力一剑再次劈来 吴叶这次不再闪躲 手臂如毒蛇般抓住其脖子 随即猛的发力将其砸向地面 吴清城抬手将要上前帮忙的众人拦下 公子请息怒 她是因为担心我才对您出手 请您原谅 小女子愿意为她承担全部责任 吴叶文言顿时来了兴致 此女子非常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 不过她的容貌确实有几分姿色 只见她轻轻一笑 那便如你所愿 接下来的画面太过刺激 我来帮你们看 一番云雨过后 清城抚摸着吴叶的手臂音音道 你能否答应我一个请求 若百花阁拒绝联姻 雷剑门将协助清城派对付峨眉 作为与峨眉亲近的百花阁陷入两难之境 她的目的是想请吴叶除掉雷剑门上 吴叶文言不禁感叹此女城府极深 自己与百花阁并无瓜葛 若刺杀失败对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只见清城声音如鹰蹄般诱惑道 若你刺杀成功 我的姑姑会付出令你满意的报酬 吴叶生起一丝疑惑 你的姑姑是谁 峨眉派首席大弟子穷华 吴叶文言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便如你所愿 画面一转 许兰珠与同伴来到峨眉山 此行目的便是与峨眉商讨合作之时 灭绝师太神情威严说道 说出你们想要的报酬吧 可当许兰珠说出价格时 灭绝师太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区区赏金庸兵团便要五十万两黄金 若是我拒绝呢 如果您拒绝 我们将会去清城派寻求合作 简直放肆 而张木良依旧一脸平静 这样如何 贸易权我可以放弃 桌子和茶杯的钱也不用赔了 只要帮我们在远离峨眉派的西部高原地区 建立属于我们的势力即可 这便是你一开始的目标吗 穷华心中暗暗揣测 虽说接受他们短时间内能获得巨大帮助 但未来也可能会成为巨大的负担 若将他们当成峨眉派的肉盾 到时他们必将伤亡惨重所剩无几 为这少数人建立势力并不困难 若出现问题再出手解决便是 于是穷华点头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就在他们告别准备返回峨眉之际 许兰珠突然神色慌张破门而入 团长 紧急消息 雷剑门少门主被暗杀了 据传他们认为是清城派所谓 另一边 雷剑门门主扛着一口棺材上了清城派 身后带着一众怒气冲天的弟子 清城派掌门剑状不解问道 请问雷门主带着棺材前来所谓何事 只见雷门主怒火滔天大喝道 你们做过什么自己清楚 随即一剑将棺材板掀开 里面躺着奇少门主的尸体 从伤口上看 竟是清城派绝学七十二剑浪的痕迹 掌门剑状心中无比震惊 这确实是七十二剑浪无疑 门主眼中怒气更甚 你们定是既恨我们与百花阁联姻之时而眉 遂对我门下弟子出手 这是一股强大的气势出现在掌门身后 五道剑圣满脸怒火缓缓走来 不带掌门反应 他已是一个闪身来到雷门主跟前 尼济风雷掌狠狠砸中其胸膛 竟用如此荒谬手法污蔑本派 真当我不敢杀你吗 掌门赶忙伸手将他拦下 师弟不可鲁莽 剑圣发出一声冷哼 转身朝远处离去 掌门看着其背影暗暗叹息 师弟怎会变得如此暴力 而重伤的雷门主冷冷说道 这就是清城派的意思吗 掌门一时竟无言以对 他深知此事必有蹊跷 于是令大弟子下山查明真相 而制造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无业 此时正拖着美女的下巴弹起 他武艺高强机智过人 伪造清城派绝学暗杀雷剑门少门主 将这一切嫁祸给了清城派 一时间江湖各派矛头直指清城 清城掌门深知此事必有蹊跷 虽派出首席大弟子下山查明真相 可经过探查 发现虽然确实是七十二剑浪的痕迹 但使用之人似乎并不熟练 难道是偷学过剑法的外人所谓 毕竟清城秘迹曾发生过泄露事件 两人一时间摸不着头绪 这刺客为何要如此嫁祸清城派 而刺客二字令他不由想起一道身影 该不会是七年前那个刺客吧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无业 正捏着吴清城下巴索要奖励 虽然对无业嫁祸给清城派的手法感到震惊 但他目的已达到也不打算多问 就在二人准备展开唇枪舌战时 吴清城却突然扭开了脑袋 这段时间我没空与你见面 我的姑姑琼华带着师妹来到百花阁做客 我必须亲自接待他们 听说他们雇佣了黑云兵团 此兵团在赏金猎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说罢便依依不舍地与吴业告别 而吴业陷入了沉思 琼华和他的师妹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另一边 清城派一众弟子正前往客栈 无料却与峨眉一行人碰了个正着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双方不依不饶互报对方门派的糗事 雪兰看着骂街的二人十分无奈 突然她察觉到身后传来一道冰冷的目光 可转过身来却发现并没有异常 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她不知道的是 披着一身黑袍的吴业已离开了人群 她的直觉还是一如既往的敏锐 我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加一把火 彻底引发两派之间的战争 而他们将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接着吴业接受雪兰珠的邀请来到黑云兵团 张木良设验盛情款待 我们兰珠对你很感兴趣 让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你一面 如今相见果然不凡 尽管你可以隐藏 但依旧能感觉到一股无比强大的气势 雪兰珠也是一脸得意的出言附和 不知少侠是否有兴趣加入我的兵团 我们虽说是居无定所的浪人 但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将兵团打造成被江湖公认的门牌 我们所有人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着 如果你愿意加入 我甚至可以将兰珠给你 雪兰珠文言尽一脸期待地看着吴业 不料吴业神色平静淡淡说道 这可不是什么诱人的条件 雪兰珠脸上瞬间阴沉下来 她竟敢拒绝我 这时张木良发出一声大笑 刚刚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 干嘛像个白痴一样一脸严肃 我给你个忠告 以后尽量不要跟我们兵团碰面 因为连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步会做什么 吴业面无表情淡淡的 我也给你个忠告 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突然掉了脑袋 那么很有可能是我干的 看着张木良渐渐阴沉的脸色 吴业突然咧嘴一笑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干嘛像个白痴一样一脸严肃 很显然此次会面将不欢而散 次日 吴业来到一处面馆用餐 雪兰珠再次找到了她 并为昨日的不愉快向她道歉 突然黑云兵团的吴号寻了过来 雪兰珠见到她却是一脸的嫌弃 只因这精壮大汉有着龙羊之好 当她看到一旁的吴业时 瞬间被齐爵士的容颜吸引 世上竟有如此俊俏的男子 随即凑到吴业跟前 闭脸痴迷地盯着她 男人因为长得太过俊俏 竟让一个壮汉对她产生了非分之想 她纵横龙养场多年 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美艳的男子 吴业面无表情淡淡的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滚开 而吴昊似乎没听到这威胁的话语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小可爱 吴业眼中闪过一丝杀气 手中竹筷闪电般暴射而出 但吴昊反应极快 抬起手臂将刺向双眼的竹筷挡下 随即高举双拳猛地向下砸去 将身前餐桌砸得粉碎 而吴业的身形已是来到半空 操控起树柄蝴蝶笔朝下方攻去 随之而来的是吴昊血肉横飞的声响 蝴蝶笔仿佛拥有生命般在其周围飞舞 寝刻间将吴昊打成死狗桂倒在地 只见伸出几根丝线将其头颅提起 下一秒锋利的指甲静直插入其双眼 做完一切吴业瓶瓶颈将吴蝶笔收回 因为整个过程速度太快 甚至连一旁的许蓝猪都来不及反应 只见他身形一闪来到吴业跟前 手中皮鞭迅速朝吴业脖梗缠去 而吴业身法极其诡异 瞬间化为一道残银躲过了皮鞭 他没想到吴业竟如此强大 我替他向你道歉 他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还请饶他一命 吴业眼神冰冷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转身朝门外走去 我便给你一个面子 仅此一次 另一边的百花阁内 雄华下令让雪兰明日一早回峨眉山 这里已经没有需要你做的 有我在此作证 若有意外我会利用黑云兵团当炮灰 雪兰虽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这时吴卿成走入房间 雄华见状不由打句道 你是谈男朋友了吗 皮肤看起来越来越水润了 吴卿成一脸娇羞硬道 算是吧 他很厉害 而且极有可能是他暗杀了雷剑门上门主 雄华文言脸色一点 你确定吗 吴卿成见状连忙摆手 我只是怀疑 但还不敢百分百确定 等我有确凿证据了 马上带他来见 就在雄华询问起吴叶的名字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 二人急忙往声音的方向跑去 却发现一名弟子惨死在血泊之中 门外一人战战兢兢说道 这一定是卿成派干的 雄华文言怒火直冲营销 我必要让他们血债血长 次日他找来了张木良 让其看看弟子的伤口为何利器所伤 经过一番细致探查 他发现伤口呈细长线状 不像是刀剑所为 倒像是一根锋利的银线 饶使他见多识广 也从未见过这种伤口 至此他只能对琼华表示抱歉 琼华也不再多言 询问起军团成员何时抵达成都 张木良以肯定的口吻回答道 两天内便可抵达 很好 距离摧毁青城派的日子不远了 深夜 张木良回到根据地 可刚进门就看到令他愤怒的一幕 自己的得力不将无好 竟被打成一个废人 他对着一旁的许兰珠大发雷霆 这到底是谁干的 在许兰珠口中得知来龙去脉后 他很是无语 偏偏要在这关键时刻出事 这时许兰珠迸发出强烈的杀气 我一定会让他为此事付出代价 我们等其余人抵达成都后便会行动 到时再将那家伙和青城派一并除掉 传闻江湖上出现一名冷血杀神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只知他出手如毒蛇般狠辣 往往隐秘于暗处 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情报组织天机阁堂主 看着手中的资料若有所思 几日前他接到来自青城派的委托 请求他帮忙找出 杀害雷剑门上门主的凶手 可唯一的线索 只是对方会使用青城派剑法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不过最近成都倒是出现一名叫吴叶的人 听说他拥有着绝世般的容貌 同时也是出手狠辣的武林高手 这是与青城派寻找之人最为接近的 可随着更深入的调查 对无业的来历与实力根本一无所获 就如同此人是凭空出现一般 看来需要请总部出手继续跟踪才是 就在这时 黑暗中突然伸出一只白皙的手臂 而他的身体已被丝线缠住无法动担 只能眼睁睁看着资料被夺走 这一幕令他惊出一声冷汗 你是何人 而黑暗中的人只是默默翻看着资料 我才到成都没多久 竟然就遭到了你们的调查 我乃天机阁堂主 收集情报是分内之事 你若杀了我 天机阁绝不会放过你的 黑暗中传来一声冷笑 那又如何 我非常讨厌别人随意探查我的资料 事已至此他确认来人正是无业无疑 他潜入这里难道是要杀人灭口吗 想到这里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手中内力凝聚猛地挣脱束缚 可就在他准备扭头反击的瞬间 无业手指倾动弹了一个响指 随之而来的是人头落地的声音 这些资料我便收下了 不久后 在无业的推动下 清城和峨眉两派爆发全面战争 城中战火纷飞遍地湿海 两派弟子积怨已久拼命厮杀 而清城的势力本就略压峨眉一筹 随着加入战斗的势力越来越多 峨眉渐渐出现了劣势 这样本想保留实力的张木良皱起了眉头 继续下去峨眉的情况将不容乐观 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全盘计划 传令下去 召集全部黑云兵团成员加入战斗 另一边 两派的大弟子终究在战场中心碰面 胆胆派杀手暗杀我门下弟子 就这样清城还自称名门正派 别忘了七年前是谁派杀手暗杀我派大师兄 还有雷剑门绍门主的死 不也是你们在幕后主使的吗 雄华文言怒火直冲云霄 简直一派胡言 随即爆发强大一击朝对方攻去 而雪兰看着门内弟子一个个倒下 伤心的眼泪止不住流淌 本想着这一切都是由峨眉引起的 他并不想插手与清城派的战争 如今却看着弟子一个个死去 看来不能再躲下去 与此同时 加入战斗许久的张木良 升起一丝疑惑 自己已下达命令许久 为何军队人马迟迟不见踪影 就像有只无形大手 在操控这场战争一般 于是他叫来了情报组组长雪飘 令其去查探四周 看看是否真有这样的人存在 雪飘及时的同时心思急转 如果真有那样的人存在 肯定会待在一眼 便能忘遍整个战场的地方 而那种地方只有一个 那便是城内最为巨大的神树 思绪间他已然来到树梢上 突然一道身披黑袍的黑影 出现在上方 只见那人的双眼 如毒蛇般星红 下一秒树柄短刃 如蝴蝶般暴射而出 并且一栋轨迹十分诡异 让人难以琢磨 雪飘见状心中大害 就在他急忙挥动短剑 准备抵挡攻击时 无数根丝线已是将他的脖子缠住 随着血肉横飞的声响 神树之上又多了一具尸体 这时战场中心传来剧烈的爆炸 浓烈的硝烟缓缓消散 琼华和清松的身影渐渐出现 不过琼华好像受到了重创 雪岚一脸焦急地跑来 她扶起重伤的琼华 对着清松一脸恳求说道 请让我们回百花阁 在得到清松点头应许后 扶着师姐转身离开了战场 清松也对弟子们下达了休战的命令 而此时神树上的黑影发出阵阵冷笑 峨眉派的琼华受重伤了呀 男人被扔进满是毒蛇的洞窟整整七年 每日承受着万毒是心之痛 但他并没有就此倒下 反而靠生吃毒蛇存活了下来 身体也在蛇毒的侵蚀下产生极大的变化 如今他为了复仇 一手策划挑起两大门派的战争 峨眉派大弟子琼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深夜他悄悄潜入琼华的房间 闭霜如毒蛇般新红的眼眸死死地盯着他 雄华健壮升起一丝防备 你是谁 黑袍下传出一声冷笑 在过去七年的时光里 我可从来没忘记过你 若把你另一只眼睛也挖出来 你应该就能想起我是谁了 话把摘下都冒露出真容 雄华健壮一脸震惊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当年剑圣不是把你扔进蛇窟了吗 吴叶没有回答 只是冷笑着朝他缓缓靠近 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的弟子孔扇是我杀的 雷剑门少门主身死嫁祸给青城派 也是我干的 吴叶的话语如重锤般敲击在他胸膛 本就重伤的他气血攻心眼眸渗出了鲜血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没什么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 今晚青城派大弟子青松 将会死在峨眉派的穿云掌下 而你的师妹正好会证门武功 雄华闻言怒火再次涌上心头 气笑流血怒吼着我要杀了你 吴叶并没有理会他的垂死挣扎 到那时 青城峨眉两派将陷入不死不休的厮杀 就连躲在山上的灭绝是太和剑圣也不例外 不管他们躲到哪里 我都会把他们找出来 错骨扬灰 最终穷华在恐惧与怒火双重打击下 经脉逆流丢掉了性命 吴叶看着他的尸体难难倒 你们就不该创造出这样可怕的我 画面一转 青松正在闭关疗伤 避袭黑袍的吴叶缓缓缓走进屋内 察觉到异常的他猛地睁开双眼 来者何人 我叫吴叶 是一名刺客 刺客二字好像令青松想到了什么 视为整个四川的公敌 青松闻言一脸惊骇 你就是七年前杀了吴刚生的刺客 想到这里他手中长剑猛然出桥 我佩服你还有出现在这里的胆量 今天就让我结束你那肮脏的性命 随即身形闪电般朝吴叶暴射袭去 而吴叶的蝴蝶笔翼是在周身飞舞 青松迅速挥剑将匕首禁束弹开 接着高高跃起朝吴叶横空踢去 吴叶眼中鸿芒一闪而过 下一秒 无数根丝线鬼魅般将其牢牢捆住 而吴叶手掌间泛起一阵光芒 待我向穷华问好 随即一记峨眉绝学穿云掌猛地贯穿其身体 狂暴的力量将整座房屋化为废墟 带众弟子赶来 此地只剩下轻松的尸体 尸体上遗留着峨眉派绝学穿云掌的痕迹 弟子们怒火冲天 大喊着是要找峨眉报仇 隐藏在黑暗中的吴叶一脸冷笑 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另一边的黑云兵团内 张木良一脸怒气 因为自己的得力干将血条 竟在查探途中遭人暗杀 根据伤口的形状判断 袭击者使用的可能是匕首或者短剑 随即他找来被吴叶打伤的吴侯 发现伤口基本一模一样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凶手一定是他 此时他极力压制着怒呼 传令下去 把那个混蛋给我带回来 我要亲自审问他 他为了复仇 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 导致清城峨梅两大门派互相残杀 自吴叶用峨绝学杀了清松后 清城便对峨梅展开疯狂报复 雪岚浑身鲜血走在炼狱般的战场上 心中止不住哀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时张木良出现在身后 我这里有一份紧急情报 两派之间的战争和一名叫吴叶的人有关 听到吴叶二字雪岚愣了一愣 突然眼中浮现出一亩震惊 难道是七年前那个刺客 不久后 这一消息传回了峨梅总部 灭绝师泰文炎怒火滔天 雄华的死让他十分心痛 而且还是被七年前培养的刺客所杀 没想到他不仅没死 甚至还令得两大门派互相残杀 不过清城派绝技七十二剑狼 是当年我们以秘籍的形式传授给他的 可我们峨梅川云掌他是如何习得的 这时一旁的弟子猜测到 当年前去地牢追杀刺客的弟子中 有一名叫孔云的弟子随身携带着秘籍副本 或许是那时候被他夺走了 灭绝师泰文炎怒喝倒 简直就是胡闹 身为峨梅弟子怎可如此大意 他深知此事不是追究此事的时候 清城派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解释 为惊之计是抓住那名刺客 我要亲手抓住他 让他为所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 而此时的吴叶来到了火龙房 唐浩还是如往常一般任人欺凌 吴叶来到其跟前淡淡道 你决定怎么处置他们 本已绝望的唐浩眼中生起一丝希望 只要你杀光他们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吴叶文炎露出一抹赞赏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二人并肩朝着街头缓缓走去 身后之人发出阵阵惨叫 吴叶的蝴蝶刃不断在人群中穿梭 每一次划过都会带起一道血光 而唐浩看着这一幕满脸兴奋 没想到自己制作的武器 竟能发挥出这般强大的力量 接着跪倒在吴叶面前 多亏了你我才能够复仇 因为激动他的双手指不住颤抖 你有事情需要我帮忙是吗 吴叶脸上露出一抹邪笑 心中酝酿着下一步的复仇进化 而另一边的倾城派内 剑圣一掌将雷剑门门主拍碎 旁边的掌门呵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剑圣眼中杀气依旧未减 轻松的死就是因为他 话把全身煞气迸发而出 七年前我们失去了吴刚生 如今连轻松也死了 所有与这一切有关的人 我必将让他们付出代价 说完身形化为一道流光朝远处离去 掌门见状冒出一身冷汗 想不到他杀人的想法竟如此强烈 七年前的地牢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旁的清华心有余祭道 若是他找到副掌门联手 江湖必定会掀起一阵血雨腥风 掌门表示自吴刚生死后 副掌门已闭关七年未曾现身 但清华心中还是颇为担忧 于是请命下山以防万一 你去吧 带上执法堂的高手 若有必要可以动用武力制服剑圣 顺便调查一下剑圣的心魔从何而来 另一边的百花阁内 雪兰指挥着峨眉派伤员的救治 并且以准备大量物资投入使用 张木良看着这一幕不禁感叹 此女比之穷华更有大将风范 若让她成为峨眉派领袖 峨眉将再次崛起 突然门外传来一道恐怖的气息 就如同千斤巨石压在胸口般令人心惊 随着大门被打开 灭绝失态的身影赫然出现 她贵为一派掌门却心狠手辣 暗中培养刺客暗杀清澄派首席大弟子 不料反被刺客暗算失去了心爱的弟子 得知消息的他怒火滔天 是要为弟子复仇 带着强烈的杀气来到百花阁内 就在众人行李恭迎之时 一道身影急匆匆赶来 吴清澄满脸笑意对气拱手行李 但回应她的是那无比冷漠的眼神 瞳孔中甚至还带着一丝杀意 这把吴清澄惊出一身冷汗 灭绝失态并不理会 召集众人朝一事听走去 雪兰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如是禀报 灭绝失态听完喃喃着吴清澄的名字 突然他扭头盯着一旁的吴清澄 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 后者文言心头一颤 什么事情 说吧 你和吴清澄文言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突然失态抬手捏住其小脸 看着我的眼睛 我不喜欢说谎的人 为什么提到吴清澄的名字你就坐立不安 恐怖的气势吓得吴清澄花容失色 眼中不自觉涌出了泪水 他惊恐地跪到地上解释道 我只是想利用他杀了雷剑门哨门主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请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把他抓来人由你处置 失态文言似乎放下了杀心 抚摸着吴清澄脑袋挽悉道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谁让你杀了雷剑门哨门主呢 你要做的是像花一样生活在男人中 让他们为你疯狂 吴清澄好像看到了曙光 露出一抹笑容道 我以后一定会照你的意思去做 话音刚落 一道气静已是贯穿他的头颅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如此狠辣的手段令所有人心头一震 雪兰健壮饱含愤怒的气势迸发而出 大声怒吓质问起自己的师父 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 他又不是故意的 恐怖的气息令张木良位置一惊 他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而失态健壮却露出一脸欣慰 你终于展现你真正的实力了 但是你要记住 人若犯了该死的过错 那他就必须死 等你坐到我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理解为师的良苦用心了 随即转身挥了挥手 把尸体处理干净吧 省得碍眼 峨眉和百花阁本是同根同源 接下来的事物我将接受 雪兰并不理会 恼怒地转身朝门外走去 臂旁的张木良看着师太暗暗思索 看来他早已想好杀了吴清城控制百花阁 此人不仅心狠手辣 就连心思都如此缜密 想利用他比想象中还要难 突然师太奈冰冷的声音传入二人耳中 动用你们黑云兵团的力量 去把吴叶给我抓回来 画面一转 吴清城的尸体被扔到荒郊野外 此处常有野兽出没 不需要费力挖坑掩埋 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雨 一只白皙手掌掀开了果实簿 吴叶望着吴清城的尸体沉默不语 随即在原地为其立了座石坟 他静静坐在坟旁听着犀利的余生 我不会向你道歉 因为我们不过是在利用彼此罢 但我可以发誓 一定会让那些伤害你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武艺高强却天生命运 只因一个刺客夺走了心爱孩子的生命 自此他浑浑噩噩闭门不出整整七年 本想就此惨淡度过余生 可就在今日 他却从师弟清华口中得知了刺客的线索 暗杀雷剑门少门主人 和杀你儿子的刺客是同一个人 这一刻 陈锋多年的丧子之痛化为无尽的愤怒 手中杯子在强大的压迫下化为击粉 他要出山亲手为儿子报仇 另一边 吴叶出现在一处水井旁 游龙丝缠绕着蝴蝶刃不停在周身飞舞 突然他察觉到远处有人靠近 只见许兰珠高举手臂与他打着招呼 身后还跟着吴道士和苦僧 这是我最后一次邀请你加入黑云兵团 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吴叶文言依旧一脸冷漠 若我还是拒绝呢 若你拒绝 那我们只好完成雇主的委托 杀了你 这时一旁的吴道士拦住了他 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来历 你只需要比现在更好地隐藏自己 我们会告诉峨眉派你已经死了 道士兵团会带你安全地离开四川 吴叶文言一脸不屑 你们就这么轻易将雇主出卖了 作为赏金庸兵团的信誉呢 而吴道士却发出一声大笑 如今这乱世谁还会去在乎这些东西 我们不想杀你 甚至还能救你 所以加入黑云兵团吧 吴叶发出阵阵冷笑 我拒绝 因为信誉对刺客来说很重要 这番话语让许兰珠心中一惊 刺客和信誉 难道是有人雇佣他做的这一切吗 而吴叶想起李秀敏临死前的话语 我希望他们能体会我们的感受 那种被无法反抗的力量碾压的无助感 这时许兰珠发出一声大贺 你的雇主是一个女人 当男人能像飞蛾扑火般冲进战场 一定是因为女人 话把手中皮鞭朝吴叶甩去 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 而回应她的依旧是一脸冷漠 就在皮鞭即将把她缠绕之际 吴叶身形化为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 接着无数颗石子朝下方暴射而去 许兰珠连忙抬手阁挡 但反应过来已是失去吴叶的身影 这时张木良从背后缓缓走来 他伸手指了指上方 随着手指方向望去 只见一袭黑袍的吴叶屹立在屋顶之上 张木良眼神变得无比凌厉 给我杀了他 话音刚落 身后突然窜出数十道黑翼 一个个带着凌厉的杀气直奔吴叶 而吴叶只是抬手打了个响指 如幽灵般的蝴蝶刃不断在人群中穿梭 顷刻间便将他们尽数斩杀 吴叶语气冰冷说道 带这么几个人来就想杀了我了 我想我应该多带一些的 话罢其身后出现上万名全副武装的武者 吴叶见状依旧一脸淡然 你会后悔的 你们不应该卷入我的战争 随即身形一闪朝城中方向跑去 来吧 让这场战争更加璀璨吧 男人为了复仇 竟让整个四川门派战火滔天 青城峨美两派不惜代价相互厮杀 而他站在高处冷冷地望着这一切 这时黑云兵团几人赶到了此处 张木良看着眼前的战火心中震惊 一个刺客竟然能挑起整个四川的纷争 吴叶突然冷笑一声南南道 那些隐藏起来的老家伙应该都出来了吧 我还得谢谢你们 让这场战火进行得如此顺利 许兰珠文言瞬间怒上心头 皮鞭如灵蛇般直奔吴叶 吴叶飞身跳跃轻松躲过 趁着吴叶腾空的剑戏 吴道长趁机拔出了长剑 内力凝聚影影闪着金色光芒 随着一声刺耳的剑鸣声响起 灵力的剑气化为一道火光暴射袭去 而吴叶的游龙丝已是遍布四周 手指轻弹便将剑气击溃 接着树柄蝴蝶刃朝下方猛然射出 吴道长剑状升起万分防备 随即一剑批出试图将匕首弹开 可下一秒却露出无比震惊的神色 这些匕首仿佛拥有生命一般 纵使劈开又会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袭来 他只能抬剑护鱼身前艰难抵挡 但他不知道 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一道幽光 即使他关键时刻有所察觉 但也为时已晚 幽光如闪电般带起一道血竹 吴道长的右臂已是掉落在远处 许兰珠怒喊着朝前冲去 却不知身后树柄蝴蝶刃将至 毫无防备的他身受重伤 而吴叶不知何时已是来到吴道长面前 许兰珠不断大喊着让其住手 但吴叶不为所动 操控着蝴蝶刃眼中露出沙光 这时张木良手持长枪一声大喝 猛地用力甩出朝吴叶暴射袭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吴叶依旧一脸淡然 突然间抓起吴道长挡在自己身前 这一幕惊得二人牙子欲裂 随着一道血竹冲天而起 吴道长终究倒在了血泊之中 吴叶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似乎不想再与他们过多纠缠 随即身形化为一团黑雾消失在原地 许兰珠看着重伤的吴道士方寸大乱 眼中泪水不停流淌 你一定不能死啊 吴道士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谁跟你说我要死了 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随即便歪头闭上了双眼 许兰珠红着双眼看着张木良 语气冰冷一字一顿的 一定要抓住他 碎尸万段 张木良同样一脸争鸣 我会的 接着闪身朝无叶的方向追取 另一边 灭绝师太义是抵达成都 战火通天的场景令他咬紧牙关 这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维京之计是尽快营救峨眉派的盟友 接着他气势猛然暴涨大喝道 随我杀进火龙房 营救盟友 他本是称霸半个四川武营的爵士高手 如今却仗着手中的权力杀人如麻 随着他一声令下 身后数百名峨眉派弟子直冲火龙房 如此强大气势令火龙房众人心惊胆战 哼的一声 大门轰然炸裂开来 这一幕下的火龙房门主心头一颤 竟不自觉一声老妖婆脱口而出 灭绝师泰文言散发出强烈的杀气 你好大的狗胆 随即身形猛的暴射而起 手中权杖直取对方头颅 门主横剑吃力将这一击挡下 而师泰的力量也令他大吃一惊 如同一座高山压的他喘不过气 未等他反应 师泰的权杖已是高高举起 浑身气势再次不断攀升 轰隆一声巨响在林中猛然炸开 门主受创鲜血狂痛 脚下土地竟寸寸崩裂 而师泰并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 强大的一击蓄力轰然落下 关键时刻 剑胜突然出现将此招化解 师泰剑状稍微一愣 好久不见 武道剑胜 剑胜一脸杀气冷冷地盯着他 这一刻我可是等了好久了 若不是七年前师兄们阻止 你早已成为我的剑下亡魂 说着身上竟散发出邪恶的气息 师泰剑状变得严肃起来 看来你最近武功略有长进 但我没想到自诩名门正派的青城 竟然隐藏着如此邪恶的功法 对于邪恶我想师泰也不遑多让吧 但你要记住 我们青城派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 师泰发出一声冷笑嘲讽道 你们若是强大 怎么会被一个刺客三番五次愚弄 这话让剑胜一脸疑惑 什么刺客 师泰脸上的嘲讽更甚 你还不知道吗 七年前被你扔进蛇窟的刺客没死 他杀了我的弟子 同时也是杀了你们轻松的凶手 这场战争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剑胜不由一论 你是说我们都被一个刺客戏弄了 不错 围巾之计是先联手解决掉他 我们在争斗下去只会落入他的圈套 可话语刚落 剑胜的气势却陡然攀升到巅峰 我拒绝 你是命令刺客暗杀我派弟子的幕后黑手 我怎么可能放弃这次杀你的机会 青城七剑听令 帮助火龙防朱沙额没派恶服 嗖的一声 七道身影出现在剑胜身旁 他们一个个眼神凌厉 似乎也是等着一刻许久 而师太像是早已料到此番场景 果真是一群固执的道士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便留下你的命来赎罪吧 话罢两道身影闻风而动 逆袭间已是跨越树丈距离碰撞在一起 狂暴的力量如导弹般轰然乍下 驴波狂妄带着硝烟直冲天际 而这一幕被远处的黑影尽收眼底 无业脸上挂着邪魅的笑容 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呢 他智慧过人运筹为物 是要带领整个兵团成为一方势力 却因一个刺客失去了最好的兄弟 如今他为了复仇 清朝出动只为追杀刺客无业 但他没想到的是 尽管快马加鞭却依旧没能追上无业的角度 并且对方没有借助任何工具 仅靠内力凝聚由龙斯当踏板凌空而行 绝对不能让他逃啊 只见他高举长枪大喝一声 所有人发动攻击 众手下闻声听令 无数长枪如离弦之箭直奔无业 隐藏在黑袍下的无业依旧淡然 竟扭头竟直朝长枪攻击范围冲去 就在两者即将接触的瞬间 无业身形骤然消失在原地 就在众人惊慌寻找之际 无业的身影已是出现在上空 随着尤龙斯的收紧 请客间便有数十人隐恨当场 这一幕令张木良看得牙子欲裂 而无业的身影已是落到其跟前 混蛋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无业面无表情淡淡说道 我不明白 无论是峨眉派青城派或者是你 不都一直在杀人吗 说到底我们不过是同一类人吧 青城峨眉为了今天的地位 不知牺牲了多少无辜生命 而你们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组织 杀过的人至少是这里的十倍 这一切不是由你们的野心和贪婪造成的吗 画霸一道金光闪过 切断身后正要偷袭智人的头颅 张木良健壮怒上心头 但他却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无业的游龙丝遍布四周 缠绕的蝴蝶刃闪着耀眼的光芒 此人手段极其诡异 稍有不慎便会造成更多伤亡 突然城墙上发生剧烈的爆炸 剑圣和师太的身影出现在上方 双方全力交战许久依旧僵持不下 这时无业的蝴蝶刃引起他们的注意 顺着源头望去 无业的身影屹立在人群之中 地旁的雪兰一眼便认出那是无业 随即小跑上前喊道 那个人就是刺客 剑圣闻言浑身气势暴涨怒一声 随即身形一闪朝远处跑去 剑圣剑撞怒火中烧大喝道 今天绝不能让她再次逃走 而雪兰却是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一幕与当年地牢中的场景似曾相识 她连忙拦下要行动的师太 不能再追了 这样下去只会落入她的圈套 不料师太却怒喝着让其闭嘴 虽然刚才与剑圣战斗并未使出权力 但不知她到底修炼了何种功法 竟能在瞬间将我隐隐压制 如今那个刺客就在眼前 若不将她除掉 我而每百年声望将会毁于一旦 必须尽快将她解决 然后再与剑圣决一死战 众人顺着无业足迹来到一处废斩 突然数十只利剑暴射袭来 转眼间无数弟子倒在血泊之中 而张木良看着门上的牌匾一脸惊寒 此处并非普通的废斩 而是曾经被灭门的唐门庄园 这让众人都未知一惊 他竟将我们引诱到这个鬼地方 愤怒的剑圣暴喝道 给我滚出来 话音刚落 一道黑影出现在房梁之上 无业内如毒蛇般的眼眸死死盯着他们 你引诱我们至此到底想干什么 无业发出阵阵冷笑 你们看好了 这里是我部下的天罗帝王 埋葬你们尸骨的好地方 他站立通天 心思缜密 仅凭一人将青城峨眉两派玩弄于鼓掌之间 如今更是将两派人马引入自己的天罗帝王 这里便是埋葬你们的坟墓 这时有一道身影偷偷跃上房顶 想绕到无业身后趁机偷袭 可刚走两步他却发现了不对劲 四面八方不断有暗器朝他起来 而且速度极快根本难以抵挡 最终他被无数暗器扎成了刺猬 距离无业位置他紧紧磨动了两步 这一幕令众人不禁心惊胆战 为什么唐门一直还有这么多暗器 而无业脸上挂着邪魅笑容 他们一定想不到唐门并没有完全灭门 更想不到这里隐藏的多少剧毒和暗器 此时恐惧已是爬上中弟子心头 他喃喃着不想死 脚步踉跷着往后退去 不料却触发了地上的机关 接着无数利剑如雨点般暴射而来 顷刻间大批弟子倒在血泊之中 此时场面再度陷入混乱 闭名弟子尖叫着朝门外跑去 咔哒一声 机关再次被触发 浓烈的毒气瞬间弥漫开来 他们捂着咽喉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 而在大门方向 不知何时出现了数之不尽的毒蛇 看着弟子们一个个倒下 师太脸色越发猙獰 对着无业咬牙切齿道 我一定要把你的头拧下来 无业一脸邪魅地看着他 别着急 很快就轮到你了 突然剑圣气势如风般迸射而出 将脚下毒蛇阵的粉碎 七年前你将我青城派的希望扼杀 今日定要你付出生命作为代价 无业冷笑着说道 七年前你不是已经让我付出代价了吗 如今恰恰相反 是你们向我还债的时候 画霸身形画为一团黑雾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已是出现在剑圣身侧 你就只会耍这种雕虫小技吗 随即猛地握紧手中的轻削剑 身形扭转一剑朝无业横劈而去 剑圣气带着狂暴内力席卷开来 这一击直接将黑影劈成两半 而无业却出现在黑袍后面 第一次在仇敌面前显露真实面闷 自那以后你变了血 除了你那毒蛇般的双眼 无业脸上依旧挂着邪笑 你还是老样子 但是你邪恶的眼神越来越令人作误 剑圣将宝剑横于身前 受死吧 随即使出青城派绝血 辟邪剑法 狂暴的剑气将地面劈得四分五裂 而无业几个闪身躲过数波攻击 速度不减净直朝剑圣冲去 流龙丝缠着蝴蝶刃紧随其后 接着身形高高跃起 蝴蝶刃如离弦之剑暴射而出 剑圣抬剑将利刃尽数弹开 但无业的攻击越发猛烈 蝴蝶刃不断被弹开又不断再次起来 剑圣不由被逼得后退竖长 心中更是无比震惊 这七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的武功甚至已经足以媲美顶尖高手 真是痛快 好久没有这么热血沸腾的感觉了 突然他的气势再次不断攀升 四周邪恶的气息越发浓烈 他的声音宛如来自地狱的魔神 看看你能不能扛下我这招吧 咚的一声巨响猛然炸开 剑圣身形瞬间跨越数十杖向前冲去 扎眼已是来到无业跟前 无业瞳孔急剧收缩 这是什么邪门武功 他本是称霸半个四川武林的武刀剑上 如今却自甘堕落修炼魔功 火力全开只为击杀眼前的无名刺客 只见他邪恶气息还身宛如魔神降临 咚的一声巨响脚下土地轰然崩裂 身形如炮弹般直冲无业 狂暴的冲击以二人为中心发生剧烈爆炸 方圆极里碎石乱飞 待沉烟散尽 剑圣眼神依旧凌厉 这招倾城十三剑足以将他劈成两半 可看清无业时他却一脸惊寒 只见无业单手稳稳接住剑人 双眼星红死死地盯着他 这怎么可能 而无业发出一声冷哼 手掌突然冷光乍现 全身内力变幻散发出一股暗黑的气息 而剑圣的大宝剑上竟出现道道裂纹 接着无业手掌猛地握紧 破玉 随着一声翠响宝剑轰然碎裂 剑圣剑壮一脸不可置信 此剑来清澄派世代相传 经历无数战役都毫发无损 你这个混蛋做了什么 突然身后一把权杖贯穿他的胸袋 突如其来的一幕令无业大感震惊 而出手之人正是灭绝师太 剑圣扭头冷冷地盯着他 心中对自己的大意充满混恨 师太脸上挂着毒辣的笑容 你先去死吧 这小子很快就会下去陪你 剑圣忍着剧痛缓缓起身 没想到身为峨眉掌门的师太 却是搞背后偷袭的鼠辈 师太发出一抹吃笑 要怪就怪你没能躲过我的攻击 剑圣红着双眼大吼道 在这么多人面前 你就不怕峨眉遭世人唾弃 那又如何 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等到我峨眉统治四川武林的那一刻 即便有人看到什么 那也只能到来是在谈这件事 如此狠毒的话语让剑圣怒火滔天 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 峨眉派定会因为你走向灭亡 而这话显然将师太彻底激怒 魂厚内力渐渐凝聚于掌尖 你说完了吗 话罢身形已是来到其身后将权杖拔出 你还是好好担心你们青城派了 身体坠落将岩石砸成粉碎失去了知觉 这一幕令青城派弟子陷入绝望 师太对他们的反应颇为满意 对着门下弟子下令道 杀了他们 随即转身冷冷看着无业 我还要感谢你 给我创造了如此意想不到的机会 说罢挥动权杖将地面砸得四分五裂 嘴中发出令人心悸的怪笑 为了感谢你 我会让你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 受尽折磨 他贵为峨眉长教 却阴险独烂 为了统治整个四川武林 自背后偷袭将青城剑圣斩于马下 而今他面目猙獰盯着眼前的刺客 无业看着发生的一切波澜不惊 如果不是你的贪婪和野心 我或许还会像正常人一样在世上流浪 我宁愿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因为你的贪婪把我变成了刺客 说话间全身气势陡然攀升 嗖的一声 身形闪电般朝前方喜去 转眼已是来到师太跟前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你创造的怪物有多可怕 师太见状心中不由一震 好快的速度 随即连忙抬起权杖挡住攻击 而无业的攻击越发凌厉 不断操控着蝴蝶刃朝前袭去 师太眼神异理 毕时间竟感觉难以招架 突然无业身法一变高高跃起 周身内力凝聚于右手猛然落下 强大的冲击将周围岩石阵的粉碎 毕旁的雪兰心中无比震惊 他竟然到了如此强大的地步 而身处中心的师太突然勾起一抹邪笑 你就这点程度吗 说罢四周影引亮起刺眼的金光 金光杖 毕生暴喝下数十道光柱暴射而出 强大的威力似乎能将四周空气引燃 生死攸关不容大意 无业双眼星红操控由龙丝环绕周身 轰隆一声巨响响彻整个天际 冲击力朝四周扩散碎石飞舞 带一切平静 无业在一片火海中露出身形 此时他的眼神变得越加凌厉 指尖由龙丝蓄势而动 操控数十柄蝴蝶刃闪电般朝师太息去 师太健壮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随即气势攀升手中 全杖净直砸向地面 咚的一声 利骨霸道的力量猛地向周围扩散 竟将游龙丝禁数击溃 树柄蝶蝶刃掉落于脚下 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便是你的全部实力吗 无业单手撑第一脸冷漠 你还没发现吗 只见他指尖的游龙丝深入地面 师太表情瞬间凝固 随即猛地低头朝脚下看去 他的右脚已被游龙丝牢牢捆住 就在这时 无业身形闪电般弹射而出 手中的游龙丝瞬间收紧 一股距离将师太提起失去平衡 无业抓准时机发动绝技 身上突然被蓝色光芒覆盖 光皱将自己的移动速度提至极限 六拳猛然握紧凝聚狂暴内力 浑身散发出恐怖的黑暗气息 黑绝将自身力量攀升至巅峰 两种绝技叠加令他宛如魔神降临 请客间已是来到师太跟前 师太瞳孔急剧受缩 恐惧渐渐占据整个脸庞 来不及反应 无业狂暴无比的一拳 已是轰击在其胸膛 师太深受重创鲜血狂喷 他万万没想到 曾经那个随手可以捏死的蝼蚁 如今已成长为他不可匹敌的存在 他的眼中充满不甘于恐惧 刚刚那一击 他甚至连对方的动作都未能看清 难道他打败剑胜并非侥幸 我究竟创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杭唐鹅没掌门灭绝事态 竟被一个无名刺客按在地上狂虐 这一幕令弟子们心中骇然 他深知这样下去自己必死无疑 想到这里他朝弟子们大喝的 快杀了他 雪兰和张木良闻声而动 瞬间已是僵尸太护在身后 无业见状冷笑一声 是想牺牲他们两个来救你了 真是愚蠢至极 说话间已是闪电般朝对面冲去 他的速度极快 眨眼便是来到张木良身侧 张木良急速反应 手握长枪劲直朝无业后背刺去 无业看都没看他一眼 手掌操控油龙丝轻轻一抬 蝴蝶刃绕过长枪 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直击齐面门 情况危急张木良只能侧头闪躲 未等反应过来 身后又是树柄蝴蝶刃爆射起来 此时已是来不及闪躲 树到血柱瞬间喷涌而出 无业并没有过多停留 继续朝着雪兰方向及时而去 雪兰配剑已然出窍 周身围绕着锋利的花瓣型剑气 给我停下 无业闪身躲过花型剑气 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 雪兰不由冒出一丝冷汗 接连挥疏两道剑气迸射而去 快给我停下 无业眼神凌厉一脸冷漠 静鬼魅斑从剑气中间穿梭而过 锋利的花瓣只是在身上留下极浅的伤痕 接着一个闪身瞬间来到雪兰身后 静直冲向灭绝师太 雪兰见状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刚刚那一瞬间她便可将我中闯 可她为什么不反击 无业就这样冷冷地凝视着师太 眼中散发着毒蛇般的煞气 师太咬紧牙关微弱地吐出一句话语 你这个混蛋 下一秒 她的瞳孔急剧收缩 像是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 一旁的雪兰惊恐地大喊着住手 但一切为时已晚 壁鼓极其黑暗的气息将师太淹没 而师太此时陷入无尽的黑暗中 手臂上缠绕着几条毒蛇 而他们周围 更是身处一片望之不尽的蛇海 她双眼赤红抬头看向无叶 却发现此时的无叶已是化为一条巨蛇 师太自知已是没有生还的可能 用尽全身力气怒吼道 你这个魔鬼 若不是你四川早已是我的囊中之物 话音刚落 巨蛇的血盆大口猛然落下 一道血光冲天而起 离带长教终究倒在血泊之中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可心里永远也无法做到 这一幕让战场陷入一片寂静 所有人脸上都写着难以置信 许久后不知是谁大声喊道 她不是人 她是来自地狱的魔鬼 快杀了她 无叶闻眼神灵力瞥向人群 仅仅一个眼神便让众人双腿发热 此时的无叶已是成为他们心中的梦魇 她不再是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无名刺客 在击败两派领袖的那一刻 她已是成为统治整个四川武林的存在 雪兰抿着嘴唇沉默不语 她不知今天是否还能活着离开 更不知恶眉的未来将会怎样 突然发现无叶看向自己 雪兰有些差异 小嘴微章想要叫出无叶的名字 就在这时 毕生震耳的怒吼打破了瓶颈 本以为死去的剑圣 突然气势恐怖凌空而起 避古无比邪恶的气息瞬间将四周笼罩 此时她的身体泛红 宛如魔神降临 堂堂武道剑圣竟然修炼魔功 本已死去的她突然间满血复活 浑身肌肉不断冲血膨胀 皮肤泛起魔神般的暗红之色 不久后恐怖的嘶吼戛然而止 而剑圣的眼中早已失去了理智 只剩下邪恶的气息和无边的杀意 地旁的弟子惊恐开口询问 但剑圣并不理会 必把夺过其手中的阔刀 带着强烈的杀气招无叶走去 清城弟子们十分确定这是魔教的邪功 但他们始终无法接受 修炼魔功的竟是自诩名门正派的清城长老 而剑圣的速度极快 眨眼便已来到无叶跟前 手中阔刀带着猛烈煞气横劈而下 刀刃上隐隐幻化出数条血红毒蛇的身影 无叶侧头躲过攻击 心中生起一丝疑惑 他那邪恶的气息为何如此熟悉 似乎与自己身上的同出一辙 他虽然变得很强 但貌似已被魔器入侵了大脑 令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想到这里无叶不再闪躲 抬手牵动指尖的游龙丝 树柄蝶刃出现在半空直指剑射 只见无叶手掌猛然握紧 瞬间无数犹龙丝将剑尘牢牢锁住 无论其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接着树柄蝶蝶刃贯穿了他的身体 但他此时似乎感觉不到任何痛感 毕生怒吼竟挣脱了树 扩刀猛地朝前劈砍 两刀血色刀钢直奔无叶 而无叶一脸平静 他早已想好应对之策 蝶蝶刃闪电般在剑尘周身经脉来回穿梭 以此阻断剑尘魔攻在体内的运行 随着鲜血不断喷涌而出 剑尘身体慢慢恢复了原样 最终力竭再次倒在无叶面前 就在无叶准备已决后患之时 一道身影出现将他拦下 来人正是剑尘师弟清华真人 这时身后的剑尘传来微弱的声响 清华剑状连忙上前搀扶 可看见剑尘浑身污浊的气息 他还是一脸不可置信 师兄你为何要修炼魔攻 剑尘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难难倒 一切都是为了清成派 说把瞳孔涣散缓缓闭闭上了双眼 清华见状心中无比沉痛 你为何如此愚蠢 你用尽一声努力维持着清成的声誉 到头来却修炼魔攻失去了一切 此时战场陷入一片寂静 两派弟子都恐惧地望向无叶 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眼前的刺客做的 凭一己之力改写了整个四川武林的历史 清华盯着无叶 许久后发出一声叹息 将为师兄报仇的想法压制下去 这时雪兰突然来到无叶面前 拱手行李恭敬请求道 请你允许我将掌门的遗体带回峨眉山 此话一出峨眉弟子瞬间勃然大梦 你为何要向杀死掌门的凶手请求 我们一定要复仇 雪兰眼神灵力瞪了他一眼 顿时吓得他把话憋了回去 此时他深知复仇已是不可能了 为今之计只能设法保住峨眉的命脉 事已至此清华也不得不低头 抱拳行李轻声道 我们也想将剑圣的尸体带回 请你允许 无叶眼眸冰冷地盯着他们 若放你们走 你们一定会策划如何复仇 就像对曾经的我一样 雪兰连忙表明态度 我以我的名义发誓 峨眉决不会向你复仇 清华也抱拳出言复合 我们也不想再看到有人牺牲 让这一切仇恨就此了结吧 无叶深吸一口气抬头望向天空 原本隐瞒笼罩的天空渐渐明朗 许久后他转身离开此地 你们可以走了 自那以后 整个四川武林陷入了低迷 清城峨眉两派停止了多年的争斗 所有门派都封闭山门休养生息 但他们有一个想法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没有任何门派敢找无叶复仇 不知过了多久 无叶惬意地躺在一叶孤舟上 岸上的唐号不断向其挥手 无叶见状露出一丝久违的笑语 这是十几年来 他第一次出现真挚的笑容 而随着时间推移 四川武林又渐渐发生了变化 一道身着黄袍的身影正在喃喃自语 仅仅一个刺客便将四川武林依为平地 真是有趣 看来我需要亲自前往成都一趟 他武功盖世却身是凄惨 为了复仇将整个巴蜀武林 绞了个天翻地覆 那一叶鼠都血流成河满地窗衣遍布尸海 即便是身为十大高手的峨眉掌门灭绝事态 可清城派长老建盛都接连惨死在其手中 自此无业的名字成为巴蜀武林的境界 江湖中人都选择对他的事迹绝口不停 然而江湖从来都并非和善之地 峨眉和清城两大派封闭山门导致群龙无首 许多外地势力都将蜀都看成了香波波 纷纷涌入其中试图分得一杯羹 而无业大仇得报对这些江湖纷争不感兴趣 这天他在一处酒馆中用餐 就在这时一名男子满脸笑意走上前来 你就是无业吗 无业神情冷漠 头也不抬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不料对方却不可置信地看着他的脸 连声称赞他长得比女人还要漂亮 无业健壮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若你是来跟我胡扯的 那就滚吧 男子文言没有恼怒发出一声清笑 为了找到你可是费了我不少功夫 我叫红有信 是天机阁的副阁主 随即只见他脸色骤然变冷沉声开口道 天机阁鼠都风格的主事是你杀的吧 无业抬头淡淡看了他一眼 没错 是我干的 红有信见无业这么爽快承认微微一乐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无业低下头品尝的食物看不清表情 因为他售卖关于我的情报 红有信满脸不可置信 就因为这个理由你就杀了他 难道你不知道天机阁是怎样的适令啊 只要我一声令下 蜀都所有天机阁的人都会来追杀你 无业文言脸色依旧毫无波澜 无所谓 那样的话我不介意灭了整个天机阁 此话一出红有信怒极反笑 眼神灵力缓缓露出一股惊天的杀意 可还未等他有所动作 眼前突然出现无数根丝线将他包围其中 随即一缕鲜血缓缓从脸颊上滑落 正意味着若是贸然动手随时可能人头落地 无业语气冰冷警告之意不言而喻 若再敢对我散发出半点杀意 已必死 随即撤回游龙丝缓缓缓站起身形 天机阁是怎样的势力我不感兴趣 但你要牢记一点 若你们继续在我背后搞什么小动作 我就把你们的头一个个拧下来 言霸不在里会静止走出了大门 只留下心有余悸的红有信不知在想什么 离开饭馆后 吴叶来到铁匠铺找到了唐浩 由于出色的锻造技巧 唐浩成为了城中最有名的铁匠 寒暄过后 吴叶请他帮忙打造一双互币 以他俩的交情 唐浩自然爽快地答应下来 表示会用最好的材料来打造 吴叶和唐浩约定五天后相见便离开了此处 深夜唐浩来到仓库寻找材料 他的心里有些担忧 毕竟吴叶面对两大爵士高手都不需要互奖 难道又有一场大战在悄悄酿 就在这时他发现角落突然传来一声一响 他满脸忐忑地上前一把掀开了麻布 不料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名小男孩 并且满脸惊恐又无助地看着他 善良的唐浩并没有将他赶走 而是每天给他送来了食物 对小男孩的来历也没有多问 五天后唐浩将护臂送到了吴叶面前 此护臂乃用软甲打造活动自如 注入内力可以抵挡绝大多数武器的攻击 吴叶带上护臂感觉轻弱无物甚是满意 接着唐浩又在怀中一阵摸索 不久后便拿出一捆闪着幽光的银丝 这是我用剩下的材料制造的 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做完吴叶交代的任务 唐浩挥了挥手告别 表示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 要回去看看他还在不在 吴叶闻言眉头微皱 但看唐浩的表情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而就在唐浩走后不久 吴叶住处便传来一声铁球落地的轰隆巨响 地上一名驼被男子脸上挂满了愤怒之色 而揍他一顿的人正是吴叶 只见他眼神淋漓脸色无比的冷漠 不想死的话就给我滚 驼被男子怒不可遏地缓缓站起身 他看上了吴叶身边的女人被吴叶扔了下来 而此人乃是七星堂的老五人称铁驼被 只见他咬牙切齿对着吴叶怒喝道 今天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他长相妖异 武功高强 仅凭一人将整个蜀都武林搅了个天翻地覆 如今却有一名驼被男子不知死活招惹他 吴叶眼神冷漠看着他淡淡说道 不想死的话就给我滚 身为七星堂老五的铁驼被 还从来没受过如此羞辱 当即怒火滔天扬言要将吴叶碎尸万段 只见数百斤的铁链在其手中晃入乌 如同群蛇乱舞般激起一阵旋风 随即一声怒吼身形如闪电般朝吴叶戏剧 手中的铁球裹挟雷霆之势直奔吴叶头雾 而吴叶面色平静眼眸中闪过一丝沙翼 手指微动下游龙丝已是悄无声息击射而出 不料这时一声娇和传来大喊着让他们住手 铁驼被疾略的身影顿时僵立在原地 战斗被打断令他很是不爽 咬着牙怒气冲冲回头朝身后望去 却发现是自己的同伴 七星堂血花魔女赵露丝 以及七星堂堂主疾风火龙谢霆锋 铁驼被剑撞连忙让他们过来帮手 他要宰了对面那个小子 谢霆锋闻言满脸的吴语 你还是看清楚眼前的情况再说话吧 铁驼被不解地朝前方看去 发现身前不知何时已是不满的银血 只要在朝前一步恐怕会被撕成碎片 吴叶见对方没有再动手的意思收回游龙丝 口中无奈地呢喃了一句真是可惜 这时谢霆锋走上前一字一顿说道 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你的手段未免太残忍了 攻击我异地就是与我们七星堂为敌 若你没有合适的理由我们绝不会放过 吴叶闻言眼眸如毒蛇般看了他一眼 随即身形缓缓朝谢霆锋走去 威胁过他的人无一例外全都会死 而这时赵露丝却出言将老大拦下 算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铁驼被挑起的麻烦 随后满脸和善地走到吴叶跟前 对不起少侠 我替他向你道歉 不知少侠尊姓大名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吴叶大方地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名字 赵露丝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这里的损失由我来承担 大家各退一步如何 吴叶看着他沉思了片刻 随即一言不发转身朝楼上走去 看着吴叶离去的背影赵露丝脸色阴沉下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如今的鼠豆气氛有些压抑 在没找到原因前最好不要和别人动手 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重要任务在身 夜晚吴叶找到了天机阁副阁主洪有信 七星堂的出现令他感到有些奇怪 所以他找洪有信调查有关七星堂的情报 洪有信满脸的无语 明明让自己不要在他面前出现 现在却又自己找上门来了 只见他大笑着让吴叶按规矩办事 天机阁的情报可是价值不菲 不过只要吴叶回答自己几个问题 他就出手帮忙调查七星堂 他十分好奇吴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比如成为武林一方霸主之类的 不料吴叶的回答却是令他感到惊讶 我习吴只是为了报仇拼命活下去 如今我的仇家全都被我杀了 我也没有其他欲望 洪有信听完吴叶的说辞直呼有趣 既然吴叶没有野心对他们来说是好事 随即询问起吴叶想知道七星堂的什么信息 吴叶眼神凌厉一字一顿道 我只想知道他们来属都市为了干什么 这点情报对天机阁来说不算难时 洪有信倾笑着和吴叶达成了协议 回到客栈后吴叶准备在侍女的伺候下救济 不料身后却突然出现一道身影难难道 这个房间可真是肉香十足啊 吴叶神色淡漠地回头看了一眼 你又是谁 来人闻言发出一声爽朗的大笑 我擅闯进来你却如此镇定 看来你并不在乎来的人是谁 吴叶歪着脑袋满脸淡然说道 若是你带着敌意闯进来 你此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老者闻言并没有反驳 怪不得吴叶那小子对你那般执着 自我介绍一下 我乃清城派吴叶真人 是吴叶的师叔 你知道整个清城派差点被你依为平地吗 而吴叶并不觉得这是他的错 剑圣案中修炼魔功属于旧游自取 清城派的污名也是他造成的 吴叶看着吴叶的反应陷入了沉思 我本来打算杀了你来挽回清城的名誉 连以为你是个十恶不赦的魔头 但现在我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任何邪恶的气息 反而像是黑暗中浮现出的一丝光明 如今清城的下场或许是上天的旨意 是对清城未能始终保持正道的惩罚 以前的恩怨就到此为止吧 但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如今清城和峨眉两大支柱倒下 肯定会有人试图取代他们的位置 若是被邪魔外道占据 恐怕会引起蜀都甚至整个武林的灾难 我希望你能出手阻止这件事情 吴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做这些事 谷叶转身意味深长地看了吴叶一眼 希望你能分辨善恶拥有一颗怜悯之心 我们会再见面的 与此同时唐昊的铁匠铺内 小男孩放下戒心和唐昊聊起了来令 他叫南兴宇来自辉州 他是一路被人追杀逃到了这里 唐昊闻言满脸震惊询问是什么人 殊不知房梁上一道黑影正死死盯着他 南兴宇惊恐地说道 我只知道那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 不料话音刚落 一道幽光朝他的脖梗直批而下 南兴宇绝望地看着喷涌如注的鲜血 而唐昊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带了 南兴宇的身体被杀手一刀劈成了两半 本必死无疑地他却倒在地上剧烈抽搐起来 一声声怪物般的嘶吼不断在其口中传出 紧接着竟在杀手惊讶的目光下缓缓站起身 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缓缓飘散 男孩的半边身体竟奇迹般瞬间愈合 他的双眸宛如魔神迸发出强烈的嗜血欲望 似乎已是失去了自我意识 而杀手健壮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大笑起来 因为这次的任务目标活得彼此的更有价值 他抓起男孩的脑袋脸上难以掩盖的兴奋 却不料就在此时一遍陡然生起 本来毫无还手之力的男孩 竟出手闪电般抓住他的手臂 恐怖的力道竟是将杀手的小臂骨头捏断 随即猛的一用力将杀手甩飞出去 杀手的身体如同炮弹般重重砸向地面 强大的力量壮的地面四分五裂 唐浩见此情形心中无比的震惊 而杀手吐出一口鲜血缓缓站起身 他十分不解 一个从未习武的孩子拿来这么大的力气 并且他身上的伤口几乎是瞬间完美愈合 思绪片刻杀手才意识到此次的目标不简单 怪不得他们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抓住 我倒要看看若是把你的四肢都砍掉 你还能不能重新恢复过来 不料这时唐浩却冲上去一把抱住杀手 随即焦急的朝南还大喊道 男星雨你快走 突如其来的呼喊瞬间将男星雨的意识唤醒 唐浩见他呆呆站在原地继续催促 还愣着干嘛快跑啊 杀手连忙一掌拍在唐浩胸口将其震飞出去 可再回头却发现早已没有了男星雨的踪影 他不再理会被拍晕的唐浩朝门外走去 嘴里嘟囔着真是麻烦 另一边洪有信也查到七星唐来蜀都的目睹 他们是在抓一个15岁左右的孩子 但具体原因还没能查到 就在这时唐浩突然闯了进来 神色焦急地抓住吴烨的衣角请求道 吴烨 帮帮我 面对为数不多的朋友吴烨没有拒绝 表示只要自己能做到的都会帮忙 于是唐浩便将男星雨来到他家 直到被人追杀的事情从头到尾叙说一番 连男星雨能死而复生也全盘托出 听完唐浩的描述 红有信判断那名杀手应该是七星唐的老七 狂风血刀照三步 而那的男孩被劈成两半还能复活过来 恐怕和传说中的魔王有关 十几年前魔王的出现在武林引起轩然大波 传闻他无论和哪个爵士高手战斗 无论受了多严重的伤势都会痊愈 不知何时起就有一个谣言传遍整个江湖 只要破解魔王的秘密就能获得永生 自此便有很多势力暗中寻找魔王的踪迹 而那个男孩极有可能就是魔王 另一边蜀都的一处城镇突然升起雄雄烈火 正是收到赵三步情报的赵路斯所为 面对城中百姓的痛苦哀嚎他没有半点怜悯 看来那个孩子已经跑远了 七星唐屠狼剑客江韵担心 赵路斯在成都放火会引来蜀都其他门派 而赵路斯对此却是不以为然 他们都被一个不知名的刺客吓得不敢出门 打有闲心来管他们门派以外的事情 江韵文言却是满脸的无邪 认为这个传闻有些夸大其词 并扬言那个刺客若是被自己遇到 自己就一刀砍下他的头颅 二人高谈阔论渐渐朝远处走去 身后不断传来百姓们绝望的哭喊声 赵路斯嘴角邪笑轻声开口道 那些尖叫无助的声音总是那么悦耳 话音刚落 一根银丝悄无声息地缠绕住江韵的脖梗 赵路斯察觉到异常连忙朝同伴看去 却只见江韵被银丝高高悬吊在半空中 紧接着在赵路斯惊恐的目光下 江韵的头颅和身体瞬间分离 鲜血如雨点般朝下方喷洒而去 熊熊烈火将大半个城镇烧成了灰烬 这时一老一少出现在废墟之中满脸震惊 他们乃无影神医柳成锋和侄女李素华 而这时一道身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此人乃七星堂的竹叶剑客干海 只见他杀气腾腾地游走在废墟中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二人跟在干海身后看着他拐入一条小巷 可他们跟着跟着却发现失去了干海的踪影 等再次见到干海时已是一具冰冷尸体 二人见状心中生起一丝骇然 像干海这样的高手竟悄无声息被人杀了 柳成锋瞬间想到颠覆蜀都武林的那名刺客 那个传闻看来是真的 或许有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蜀都酝酿 传闻江湖上出现一位不死不灭的魔王之体 无论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势都能瞬间痊愈 武林各大势力趋之入雾争先想要抓住魔王 试图从他的血液补髓中获得长生的秘密 而此时拥有魔王肢体的男星女 拖着重伤的身体不甘地在秘林中爬行 七星唐老三将竖饼飞刀刺入他的后背 别再浪费力气了 你逃不掉的 男星女满脸恐惧眼眸中充满了绝望 他知道被抓住后 等待自己的僵尸抽筋取水的地狱折磨 另一边铁驼背正准备去找同伴们会 突然察觉到头顶有一道身影极略而来 定睛一看发现是同伴赵露丝 铁驼背看得他慌张的神色满脸疑惑 随即准备动身追上去询问发生了什么 不料这时身后一道破空声骤然袭来 一把匕首请客间贯穿了他的肩膀 紧接着树根银丝如油龙般死死缠绕他驳狗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便已成为了一具尸体 吴叶从昏暗的小巷中缓缓走出 便无表情嘴里喃喃自语道 第三个 画面一转 七星堂剩余的四人带着南星宇一路狂奔 从赵露丝口中得知吴叶杀了他们三个兄弟 堂主谢霆锋愤怒的表情下带着极度的不安 他万没想到那个和铁驼背发生争执的人 竟就是令蜀都武林文风丧胆的刺客吴叶 未经之际他们决定先将南星宇交给部主 然后再带人杀回来找吴叶报仇 就在众人奔逃之际 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冰冷的气息 跑在最后方的老二只感觉脚踝一紧 下一秒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进了黑暗中 突如其来的状况令其余人心中一阵骇然 谢霆锋和赵露丝急忙动身朝老二追逐 而此时的老七却是满脸的惊骇之色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无法动弹般 紧接着只见血光一闪便失去了踪影 而另一边被拖走的老二突然停了下来 谢霆锋连忙回头招呼其他人展开救援 也在这时他发现老七和南星宇已消失不见 如此诡异的一幕令赵露丝满脸的惊恐 谢霆锋见兄弟死伤气的咬牙切齿不停咒骂 这时老二虚弱的喘息声悠悠传来 大哥快走 二人闻言连忙朝老二的方向望去 此时他被无数的丝线缠绕掉在半空 下一秒一阵血雨倾盆而下 老二的身体瞬间化为了血污 这时无业神色冷漠地从黑暗中缓缓走出 谢霆锋见无业现身满腔怒火再也抑制不住 浑身气势如骇浪般席卷而出 随即发出一声怒吼身形暴射而出 六拳内力凝聚焕化成一头巨沙潮无业工具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猛然在森林中炸开 带得沉烟散去 谢霆锋脸上却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自己使出全力的一击 无业竟毫发无伤淡然地站在原地 无业并没有过多废话 操纵游龙斯裹挟着蝴蝶比闪电般蹦射而出 赵露丝见大哥不是对手 连忙将自身内力催发到极致 随即发出一声娇喝便朝无业急速略去 可还未等他靠近 无业的游龙斯已是环绕在谢霆锋脖梗之上 赵露丝见状急忙停下身形雨带哀求说道 求求你放了我大哥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无业抓着谢霆锋的脑袋脸上依旧十分冷漠 说吧你们为什么要抓那个孩子 赵露丝见有回转的余地摆出讨好的姿态 我想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谈谈 无业文言顿时陷入了短暂的思考 也就在这一瞬间谢霆锋抓到了空隙 将全身内力凝聚于掌尖准备趁机偷袭 可还未来得及出手 身后便传来一声惨叫 只见一把匕首已然洞穿了赵露丝的眉心 谢霆锋见最疼爱的妹妹也死在自己面前 一声愤怒的嘶吼在其口中猛然传开 滚蛋我要杀了你 接着如同一只猛兽般静止朝无业扑卷 无业神色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原本银白色的头发竟缓缓转变成黑色 浑身气息也在此刻变得无比胜任 带着护臂的右手缓缓抬到胸前 随即只听扑呲一声轻响 无业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谢霆锋身后 而谢霆锋的胸膛被贯穿带出道道血主 灭了七星堂后 无业来到昏迷的南星宇面前 扛起他便朝着蜀都的方向走去 途中无业看着气息逐渐平稳的南星宇 心中很是惊奇 这就是魔王之体的恢复速度吗 不料这是无业察觉到一股极度的不安 随即扭头朝身侧看去 发现一个身影正悄无声息地缓缓走来 无业见状心中满是震惊 对方来到如此近的距离他才稍有察觉 这到底是什么人 可下一秒一股诡异的狂风骤然袭来 无业竟有些难以招架险些被先飞出去 他此时可以肯定对方绝对不是异于之辈 对方的气息就像一条巨龙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乃武林三大至尊之一的风尊 仅凭散发出的气势竟能凝聚出一条巨龙 恐怖的威压倾盆而下阵的无业难以招架 无业万没想到世上竟还有如此强大的存在 但他又岂是坐以待毙之人 本身气势骤然勃发凝聚成数条庞大的灵蛇 发出一声刺耳的丝鸣闪电般直奔风尊而去 风尊见此情形却是发出一声冷笑 恐怖的气劲瞬间汹涌而出 在周身形成风盾 竟是将无业的灵蛇尽数击溃 见对方如此轻描淡写化解自己的攻势 无业心中震惊无以复加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实力如此渺小 想到这里他将全身内力催动到极致 若不拼尽全力杀掉对方 恐怕今天死的就会是自己 不料他的攻势依旧无法破开风尊的防御 还未近身便全部被他身前的风盾倒下 风尊脸上挂着玩味笑容手笔剑指缓缓抬起 随即伴随着狂暴无比的气息朝前方意志 无业只感觉一股难以匹敌的力量骤然起来 恐怖的锋刃如利剑般割开他的皮肤 顷刻间密密麻麻的伤口在无业身上绽放 生死存亡之际无业只能咬着牙避开要海 操控蝴蝶比环绕周身飞舞抵挡大部分攻势 风尊没想到无业竟然还能挡住他的招式 并且在密集的锋刃下存活了下来 而且此时无业身上的气势变得更加强大 难道这家伙彻底激发了自身的潜能 这时无业突然爆发出狂暴的气势仰天长笑 似乎是打算拼尽全力输死一搏 风尊虽然诧异无业的强大却没有停下动作 只见他右手凝聚内力轻轻抬起 无业瞬间便被一股飓风包裹无法动弹 紧接着风尊双指骤然探出指向仓球 一条带着无边威视的巨龙猛然出现在半空 虽然你这家伙很有趣 但我没时间和你耗下去了 随着他双指猛地朝无业的方向指去 巨龙发出一声震耳的龙鸣朝下方轰然落下 狂暴的力量将整座森林摧毁了大阪 待沉烟散去 风尊看着眼前的巨坑满脸严肃 直觉告诉他这一击依旧未能杀死无业 就在这时浓烟中突然闪过一抹金色光芒 察觉到异样的他连忙朝脚下望去 只见一根金色丝线不知何时藏绕住他小腿 而无业手臂猛然用力试图将其拉到身边 他深知风尊的攻势十分诡异 只有贴身近战才能获得一线生机 风尊见状心中暗道一声不妙 随即连忙运进月起将金线震短 几个杀招中活了下来 甚至还能同时抓住空隙进行反击 即便是他行走江湖数十崽 也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对手 他在无业的眼中没有看到丝毫恐惧 反而自己像是被一条毒蛇死死的盯着 他心中有一个直觉告诉他 若今天要执意出手杀了他 恐怕自己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 想到这里他扭头朝一旁的南星宇看去 抬手操控飓风将南星宇的身体拖起 无业见状紧咬牙关强撑起身体一字一顿道 把那个孩子给我放下 而封尊此时也没有了和无业在战的心思 要是自己带走南星宇是为了保护他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但我不能把他留在这里 不然蜀都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或许以你的能力可以在灾难中存活下来 但其他人可没有那么幸运 我叫封尊 很期待你成长后再次见面 严霸只见他身形缓缓飘起御风快速远去 无业贪坐在地上心中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此战过后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实力不足 若想在险恶的江湖中存活下去 自己就必须更加强大起来才行 他乃令整个四川武林文风丧胆的顶级杀手 凡是与他为敌的人最终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可如今他却完败在一位名为风尊的人手里 这一战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并非无敌 无业暗暗发誓定要让自己更加强大起来 次日 天际阁副阁主洪有信 看着地上七具尸体脸色阴晴不定 他万没想到战力足以媲美一派的七星堂 竟然在一夜之间被悄无声息灭门 红有信心中无比的震惊 那个叫无业的杀手实力到底何等恐 想通其中厉害关系 他朝手下吩咐他 立刻去收集有关无业的所有情报 注意尽量隐蔽不要和他发生冲突 另一边 无业隐藏在唐浩的住处养伤 他将南兴宇被风尊带走的事情告知了唐浩 看着受伤的无业唐浩心中很是自责 他只是觉得南兴宇和自己小时候比较像 所以才请求无业的帮助 没想到却引来这么多高手的注意 甚至连武林排名前十的风尊都亲自现身 无业听到唐浩知道风尊瞬间提起了兴趣 他向来独来独往对江湖的事情一无所知 随即开口让唐浩为自己讲述一番 原来风尊是和两强 三门 三庄 三霸的领袖并驾齐驱的高手 两强指的是天武庄和狂武门 虽然两强创建至今不到百年 但在天魔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荣耀 三门则是武当派华山派和少林 他们在武林中根深蒂固底蕴非常的深厚 山庄是神月庄 羽剑庄和幻剑庄 最后三霸是龙天谷 武剑阁和水天会 本来是十霸的 但天魔大战后只有他们三大势力存活下来 这十一个势力便是当今武林的统治者 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势力 但个人实力不属于十一派的强者 他们被称为八星和三尊 三尊除了风尊以外还有武尊和剑尊 而八星的事情唐浩所了解的并不多 武叶得知像风尊一样的高手 至少就有二十位 这让武叶知道了自己以前就是坐井观天 但同时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变强的决心 必须强大到没有人能从他的手中夺走任何东西 傍晚武叶伪装自己出现在了郊外 隐秘行踪是为了避开天机阁的监视 他需要确保接下来的计划万无一失 不久后武叶来到了青丰山庄 这里也是曾经血影阁的大本营 走在熟悉的小道上 一段苦涩的儿时回忆有不上心头 那是执行任务前同伴们嬉戏的场景 还有那个深爱自己的女孩白秀明 而无叶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认定血影阁阁主肯定还有隐藏的宝负 虽然峨眉派灭了血影阁时已是搜刮了一番 但一个杀手组织的首领又岂能没有后手 经过一番寻找无果后 无叶将视线移动到了天花板上 紧接着一掌轰出将一块岩板击碎 无叶纵身跃起钻进了一条通道 上面的空间并不宽阔 只有一个红色木箱存放在这里 无叶从里面拿出一本红色册子咧嘴一笑 果然不出我所料 深夜 无叶出现在一名富商家中 赵志廷 听说这段时间你积攒了不少财富 赵志廷抬头朝无叶看去心头顿时一铲 您 您是暗月大人吗 无叶听着对方的称呼神色冷酷并没有回答 赵志廷却被压抑的气氛吓得不断磕头 对不起暗月大人 这七年没有你的消息一时间没有认出来 严霸将身上所有的钱财全部放在无叶面前 这是小人的这段时间的所有积蓄 无叶拿起钱财身形一闪便消失在原地 赵志廷这才瘫倒在地大口喘着粗气 暗月大人再次出现 看来以后每年又要上贡王 而此时的无叶出现在房顶上 手里不断掂量着得到的钱财 暗红色册子上的记载 暗影阁阁主为以防万一将资金分散在各处 看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收集起来 男人为了练成绝世武功 竟然每天都要斩杀一头公牛 并且还要保证公牛没有丝毫痛苦的死去 目的是为了训练准确寻找动物身上的死穴 从而达到一击致命的效果 但这个死穴并不是存在于固定的位置 而是按照某种规律的轨迹移动 这男子便是隐藏身份一直秘密修炼的无叶 在屠宰场无痛斩杀了上千只公牛后 今天他终于彻底掌握了死穴的移动规则 此时距离七星堂灭门事件已是过了一年 柳成风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满脸无奈 七星堂灭门后他便一直在寻找无业的踪迹 无奈对方就像幽灵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 难道那名刺客已经离开成都了吗 殊不知他的自言自语 恰好被擦肩而过的无业禁鼠听在耳中 就在这时一辆马车在柳成风身前停下 一道身影如拖兔般静直扑进他的怀里 定睛一看原来是侄女李肃华 与他一同下马车的还有一名曼妙女子 此女乃幻健庄首席大弟子韩淑雅 韩宣布后柳成风很是疑惑他为何会来这里 韩淑雅轻笑一声表示 今天会邀请各大宗门的翘楚到此参加聚会 柳成风闻言目光炯炯笑着说道 你们年轻一辈就该经常来往互相交流 而隐藏在暗处的无业听到今天会眼眸一亮 看来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画面一转 李肃华和韩淑雅结伴来到一间客栈 同伴小拳王西门平已是再次等候多时 三人同桌而坐闲聊等待着其他成员到来 不多时两道气质不凡的身影出现在客栈 后方的短发女子乃神月装大弟子宁素语 为首的男子便是今天会会场 被称为年轻一代最强的舞者金杰宇 众人本就是旧时十分熟络地畅谈起来 突然金杰宇敏锐地察觉到 角落有一道令人心悸的气息在盯着他 随即眼神凌厉的潮欲感的方向望去 却发现那里坐着一毫无内功波动的普通人 西门平看着金杰宇的模样哈哈大笑起来 别疑神疑鬼的 客栈里的每个人都可能在看着我们 而将气息收敛起来的吴业心中有些惊讶 金杰宇竟然能察觉到自己的窥视 看来此人并不简单 夜晚成都天机阁分部内 红有信贪坐在椅子上满脸的颓奋 吴业的消失让他产生了极大的挫败感 而就在这时金杰宇来此找到了他 面对如此人物 红有信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今天会会长金杰宇可是年轻一代的代表 八星之一的强者陈有明的孙子 天赋极高被誉为最有可能超越他爷爷 成为下一代武林统治者的人物 红有信笑脸相迎询问对方来此所为何事 金杰宇没有废话表示要他帮忙找一个人 去年成都被一名刺客搅了个天翻地覆 导致京城和峨眉两派封闭山门不在问世 我想请求你帮忙把那名刺客找出来 红有信闻言神情微微一愣 心中思绪对方为何会对吴业感兴趣 但一想到吴业他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利用完自己消灭了七星堂后就消失了 还是整个天机阁出洞都找不到的那种 随即他满脸无奈地对金杰宇说道 吴业估计早就离开了程度 那家伙就像一个幽灵 即便是他就在你眼前都很难找到他的踪迹 金杰宇文言朝桌上扔下一袋黄金 寻找这样的幽灵不是天机阁的特长吗 我想红富阁主不会拒绝我的请求的 红有信见状财迷般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不是给自己白白送钱吗 反正已经事先打好了预防针 即便真的找不到也怪不到自己头上 与此同时 一伙人趁着夜色聚集在小镇门口 他们乃被青城派覆灭了的雷宗幸存弟子 此时青城派根基受损正式复仇的最佳时机 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向雷宗总部找来支援 此人浑身缠满绷盖看不清面貌 双眸一黑一红宛如来自地狱的魔神 让所有人调整好状态 三日后踏平青城派 命令的口吻令小雷宗长老很是不满 质问他应该制定的计划说出来相伤 那人闻眼扭头星红的眼眸闪过一丝杀机 你没必要知道 再废话我就杀了你 身后的手下见对方如此嚣张怒声大骂起来 总部派你来是为了配合我 不是让你来装大爷的 话音刚落只见那人瞬间化为一道黑影 下一秒已是出现在那个手下身后 他浑身缠满绷带宛如来自地狱的恶魔 双眸一黑一红散发着令人恐惧的气息 常人只要和他的眼神对视一眼 便会陷入无边幻境在恐惧中生生折磨至死 司徒截血红色的眼眸令所有人进入寒缠 都给我听好了 三日之后随我踏平青城派 一场血雨腥风无形中悄悄笼罩了整个成都 而此时伪装成平民的吴叶却在抚情坐牢 观众席上金杰宇聆听着音律心中震惊不已 在其他人眼里吴叶的情迹虽然不太熟练 但音律绵长令人不自觉陶醉其中 可在金杰宇的眼里吴叶却是像一名剑客 北道音律如同一把利剑令他心生骇然 想到这里金杰宇气息不自觉的骤然薄发 那个人绝对不像表面上那般简单 即便是以自己的实力都未必能够取胜 此时吴叶的双眸散发出一股妖艳的光芒 情声骤然加快不断在台上朝四周飘扬而去 一曲作罢观众们无不心旷神医拍手叫好 金杰宇见时机成熟连忙来到吴叶跟前 表示自己被吴叶的情声所折服 希望可以结交一番 对此吴叶并没有拒绝和对方闲聊起来 不久后吴叶出现在一处偏僻的宅院 金杰宇的友谊靠近在他的意料之内 但对方看自己的眼神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思绪间他的身形骤然一变恢复了本来面貌 只见他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 今天会会长 我倒要看看你想搞什么名堂 不多时他来到一处小院门口停下 一名老者恭敬地打开院门递过去一块腰牌 此处是吴叶接手血影阁的情报组织之一 腰牌上的信息记录着雷宗来到成都的消息 雷剑门自他们的领袖死后便土崩瓦解了 如今再次归来 明显是雷宗想一找青城派复仇为借口 趁机在成都重新建立势力站稳脚跟 谷叶眼中寒芒一闪而过 看来谷叶预测成都未来的话已经慢慢应验 画面一转 在城镇中最为繁荣的天香楼中 西门平正与酒客们乐此不疲地下其博弈 这是一名身着华丽的女子在其身旁经过 此女是天香楼的花魁书香 那俏丽的容颜瞬间便将西门平深深吸引 生性好色的他见如此美人哪有放过的道理 当即起身将书香拦住要求他伺候自己 身为只卖意的花魁书香表示自己从不接客 不料西门平却变本加厉的言语威胁起来 表示今日若不答应他便毁了这天香楼 就在书香不知如何是好之急 一道身影出现制止了西门平的动作 来人正是外出归来的天香楼老板乌叶 书香见状连忙躲到他身后一脸的委屈 西门平见有人打扰自己的雅兴很是不熟 你又是谁 识相的话就给本大爷让开 吴叶文言眼帘微眯淡淡开口道 你算什么东西 不想死的话就滚出天香楼 西门平文言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身为今天会成员的他还是头一次被羞辱 下一秒一股强大的劲气如飓风般骤然暴露 顷刻间便将楼内的座椅全部掀飞出去 西门平眼神凌厉死死盯着吴叶讥讽道 看来天香楼没必要继续存在下去 严霸身形一个暴略高举着拳头朝吴叶冲去 可紧接着他脸上便浮现出错愕的表情 眼前的吴叶身形如同一阵烟雾般缓缓挑散 下一秒便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其身后 你难道 你认为你有资格灭了我的天香楼吗 还未等西门平反应过来 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劲气轰击在腰子之上 砰的一声巨响在城中猛然炸开 西门平身形倒飞撞碎墙壁狠狠砸出楼外 吴叶缓缓跟在其身后眼中满是凌厉之色 随即一脚将西门平踩在地上让他无法动弹 西门平没想到对方的实力尽这般恐怖 于是咬着牙怒怒怨袁邓大鹤道 你到底是谁 吴叶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冷冷说道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话语间手中的尤龙斯已是朝对方急射而去 接着一阵毛骨悚然的惨叫声响彻整座城镇 西门平全身骨头竟被吴叶生生折断 做完一切无业不在里会如同死斗的西门平 扭头朝屋内走去对两名手下吩咐道 把这个废物扔远一点 三天后 充满落寞之气的清城派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雷剑门新任门主 以清城派剑圣击杀老门主的罪名 延迟清城派掌门管理无方理应自财谢罪 此话一出当即引起清城派众人的不满 击杀你们门主的罪魁祸首剑圣已经死了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 一向与人为善的清城掌门也是脸色大变 雷剑门的老门主死在了清城派 他一直觉得此事自己难辞其咎 就在众人剑拔弩张之际 一道身影走出来让大家稍安勿躁 此人乃天舞学院的院长李平 他与清城派一向来往密切感情颇深 剑门又站出来为清城解围掌门大胆欣慰 可下一秒李平抬头露出异常心红的双影 我觉得雷剑门门主说的没错 清城派掌门理应自财谢罪 掌门门言如同坠入兵教浑身颤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又有一人缓缓挤出人群绩笑开口道 我乃真舞门门主古罗 我也赞同李平院长的观点 而古罗的双眼和李平一样 呈现出诡异的血红之色 堂堂清城掌门竟被当众讨伐要其自财谢罪 诸多门派联合似乎要与清城派不死不休 而两位临阵倒戈的至交好友状态 令掌门身边清华起了疑心 掌门他们的精神状态好像出了问题 应该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身 可还未等他想通其中缘由 一名内门弟子高呼一声表示自己有话要说 二人不宜有他纷纷朝那名弟子望去 孩子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可随着而来的是弟子撞入癫狂的大笑声 一把锋利的匕首已是悄然出现在其手中 随即快如闪电般狠狠刺入掌门的父母 而那名弟子的双眼赫然也是一片心红 突如其来的状况当即令所有人守足无措 清华搀扶着掌门朝那名弟子怒骂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见那弟子满脸吃笑如同傀儡般大笑道 他应该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赎罪 话音刚落 他身后又聚集过来十数名行为反常的弟子 每个人口中都在念叨着同样的话语 赎罪赎罪 其余正常弟子见状连忙将掌门牢牢护住 快停下 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可红眼的弟子根本不理会他的话语 纷纷怒吼着如恶狼般朝前方扑去 一场同门师兄弟自相残杀的战斗正式打响 清华满脸震惊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切 而这时李平和古罗诡异一笑一口同声道 众弟子听令 给我踏平清城派 随着一阵激烈的奈喊声响起 两派的弟子纷纷拔出武器朝清城弟子冲去 此时司徒杰静坐城楼上看着战场节节怪小 当内部发生冲突时 即便是清城这样的名门大派也会土崩瓦解 清华看着弟子们厮杀脸色阴晴不定 到底是什么人在暗中操控这一切 他们定是中了某种毒药才会变得异常 幕后之人肯定就隐藏在暗处窥视 就在他扫视人群试图寻找幕后黑手之间 半空突然出现一道身影急速朝这边掠来 紧接着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狂暴的进气如炮弹般轰碎脚下的岩石 请客间便将激战的人群先飞出去 来人竟是今天会会长金杰宇 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宁宿云和韩淑雅 三人神色淡然地朝清城两位领袖行李 清华长老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清华当即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并告知 而这时查看异常弟子的宁宿云沉声开口道 他们这是中了古毒的迹象 而且还是南部地区极为稀少的金仓 清华听到古毒心头不由一颤 连忙出言询问是否有解救之法 宁宿云沉阴片刻后才缓缓开口道 传播古毒的人应该就在附近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并除掉他 随即扭头朝金杰宇严肃说道 经理神会手笔剑指运转内力 下一秒一股无形力量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 树西后方圆树里的事物静在他的视野之中 而城楼上一股阴晦的气息瞬间被他捕捉 找到了 你们保护好青城派 言霸身形宛如炮弹般爆裂而出消失不见 金杰宇随着司徒节的气息一路追踪到野外 不久后在一片茂密的丛林上方停下了身形 紧接着裹挟开天辟地之势的一剑骤然批出 下方的树木顷刻间拦腰截断轰然倒塌 司徒节的身影在浓烈的烟雾中缓缓走出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找到我 金杰宇并不想和他过多废话 浑身内力骤然勃发朝四周席卷开来 只要杀了你 中骨毒的人就能得到解救 紧接着只见他身形一阵模糊 举剑的身影化为残向朝前方冲去 一到今天的红色剑气如瀑布般迸射而出 血红光芒几乎顷刻间便将司徒节淹没 轰隆一声巨响猛地响彻整个山林 狂暴的力量竟是将一座小山丘移为平地 就在金杰宇以为对方已经化为灰烬之际 不料司徒节那沙哑的嗓音却在身后响起 小子 我记住你了 金杰宇连忙转身准备再次进攻 却发现对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地上残留着大片血迹意味着对方伤势不清 无奈之下金杰宇只能返回青城盘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能从雷剑门门主下手 说吧 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 不料雷剑门门主却是一问三不知 身为雷宗扶持下的一个小门派 他不过是奉宗主之命来到青城盘 那个人的名字和实力他是一概不知 听到雷宗二字清华满脸的疑惑 他们两家之间素无来往为何要灭了青城盘 不料这是雷剑门门主却发出一声淒厉惨叫 紧接着浑身抽搐当场暴毙而亡 很明显这是下谷者杀人灭口 唯一线索中断令众人陷入了沉默 传闻江湖上出现一名杀人如麻的顶级杀手 孤身一人差点将青城峨眉两大派连根拔起 但令人奇怪的是 江湖上所有人都对杀手的信息绝口不提 生怕引来杀手遭到灭顶之灾 这天夜晚 杀手无业告别书香离开了天香楼 不料半路却被今天会会长金杰宇拦下 他态度诚恳朝无业拱手行李 并表示有要是想请无业帮忙 无业文言心中充满了疑惑 你为什么会想到找我 金杰宇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开口 来成都之前我听说了一个人的故事 有一名刺客将四川武林搅了个天翻地覆 但这个传闻我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了 我想要找到那名刺客 无业文言当即意识到 对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 你为什么要找他 金杰宇没有隐瞒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我需要确认他是不是属于那个组织的人 无业神色淡然看着他轻声道 如果他确实属于那个组织呢 金杰宇文言眉头微皱一字一顿道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他 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你到底是谁 是音乐家林全玉 还是天香楼幕后老板暗乐 或者是那名血洗四川武林的刺客 请告诉我哪一个才是你的真实身份 无业文言平静地将头上的面纱摘下 你很聪明 不过我很好奇你说的那个组织是何来路 金杰宇大笑着将一枚金币朝无业抛去 无业伸手接过看了一眼充满疑惑 这代表着什么吗 金杰宇见他不认识出言解释 知道九龙会吗 这就是九龙会的人才会使用的代理 这个组织就像梅军一样在江湖上蔓延 可以说每一个势力都存在着他们的耳目 九龙会不在乎世人对他们的看法 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获取更大的利益 甚至为了利益可以挑起各派战争掠夺资源 不过按你的表现来看你跟九龙会没有关系 能否告知在下你的真实信仰 无业文言不再隐瞒淡淡说道 我叫无业 金杰宇文言爽网地笑了笑 好名字 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不料无业确实将金币扔回去朝前方走去 我不需要朋友 金杰宇抬手结果并不恼目 虽然我还不了解你 但我相信你的眼睛 尽管有些唐突 但我确实想请你帮一个忙 有一名极度危险的古师隐藏在成都 他可能来自雷宗 可以利用蛊虫操控人的意识 如果放任不管成都将会再次陷入混乱 言爸再次将金币抛向无业笑着说道 我想请你帮忙找到他 等一切结束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 无业抬手接下语气无奈地说道 我可以考虑一下 接着不再理会金杰宇静直朝前方走去 金杰宇看着无业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虽然无业在四川犯下滔天的杀戮 但有兴趣知道背后真相的人又有多少 他不过也是那场灾难中的受害者吧 与此同时城内的一处小酒馆内 西门平对无业的仇恨越发的深切 那个混蛋 我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而愤怒的他丝毫没察觉身后多了一道身影 正是被金杰宇重伤而逃的司徒姐 只见他一把抓住西门平的脑袋怪笑说道 想报仇吗 我可以帮你 言霸张嘴吐出一颗黑色的小药丸 也不管西门平愿不愿意就塞进他的嘴里 紧接着一段灰色的咒语缓缓闯入他耳中 片刻后西门平便双眼星红被操控了意识 同时酒馆内的所有人也被司徒姐控制 纷纷如同丧尸般朝门外走去 当晚成都街头出现无数个被操纵的傀儡 他们各个目录凶光见人就杀 一时间百姓们哀嚎片也陷入一片混沫 直到京杰与待人赶来才将他们尽数解决 他没想到司徒姐竟然丧心病狂到如此程度 就在这时韩淑雅神色慌张地跑过来 不好了 西门平拖着重伤又去天香楼了 二人闻言连忙扭头朝天香楼的方向望去 只见天香楼已是火势滔天惨叫连连 京杰与心头一阵如同坠入冰窖 这下麻烦大了 此时天香楼外百姓们哭喊着慌乱奔逃 而楼内的大火中心 西门平看着书香的尸体疯狂大笑 这就是你拒绝我的下场 都给我去死吧 等京杰与几人赶来看到这一幕心头一颤 而西门平的眼神瞬间就让他明白了一切 随即连忙出言劝为西门平跟自己离开这里 但被操控的西门平此时撞入癫狂 我要报仇 报仇 就在这时三人看着西门平身后神情一阵 只见一道身影在烈火中缓缓走来 滔天的火势竟不能靠近他身前半分 无业面无表情 眼神如毒蛇般锐利 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无业不死不休的前兆 他是死神的化身 孤身一人颠覆四川武林的顶级杀手 可如今却被一把大火烧毁了他心中的净土 陪伴在他身边的女人也死在了自己面前 而罪魁祸首却是一个被人操纵的傀儡 这一刻无业内心的愤怒必须用生命来平息 没有多余的废话 一根油龙丝从他指尖如闪电般急射而出 下一秒便悄然环绕在西门平搏梗之上 只听哭呲一声 西门平还未来得及反应脑袋就离家出走了 金杰与三人见滚落的头颅满脸的震惊 他们没想到无业竟然如此沙发果断 而无业轻轻抱起书香的尸体满脸阴沉 回想起书香曾经问他有什么梦想 他的回答很简单 就是想要创造一块没有战争和利益的镜头 可当他回问起书香有什么梦想时 书香的回答却是令他感到意外 你就是我的梦想 只要静静地看着你就够了 此时无业眼中闪烁着无边的杀意 无数把蝴蝶笔如精灵端在他周身盘旋 我会让所有参与此事的人付出代价 那凛冽的杀气令金杰与三人不由心头一铲 可还未等金杰与出言解释 令肃云却是常见出窍做出战斗姿态 在他眼中无业不管不顾就击杀了西门平 他必须出手为同伴讨回一个公道 无业身体纹丝不动 蝴蝶笔在他的操控下朝前方暴射而出 同时宁肃云身形一闪也朝无业奔掠而去 内力凝聚于双目不断腾挪躲过匕首的攻击 可他不知道的是无业的蝴蝶笔会拐弯 一波攻势过后纷纷掉头直奔他的后背 这时身后的韩淑雅慌忙大喊了声小心 紧接着急速冲上前去一剑将匕首禁术弹开 而宁肃云则趁机快速飞掠来到无业跟前 一股凌厉的剑气宛若十字般迸射而出 死乃神月桩传承剑法月影十三剑 无业剑状依旧纹丝不动丝毫不打算闪躲 下一秒只见蝴蝶笔闪电般急速飞来 如卯钉般纷纷扎入身前的土地 游龙丝组成的丝网瞬间出现在宁肃云身前 被丝线切开皮肤的宁肃云暗导一声不妙 倘若自己在前进一步恐怕会被大卸拔款 情急之下他只能停下动作朝韩淑雅大喊道 小心这些丝线有古怪 可话音刚落 一把匕首便闪电般贯穿韩淑雅的肩膀 同时游龙丝仿佛有意识般将二人牢牢捆住 无论他们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开来 无业眼神冷冽杀意凛然 一念之间蝴蝶笔已是出现在二人头顶 二人此时心中也是无比骇然无业的实力 自始至终对方甚至连动都没动 仅凭几把匕首就将几方制服 等他们回过神来 二人的眼前出现一把匕首直奔他们头颅 显然无业是决定下死手了 也就在这时一旁观战的金杰宇洞 只见璀璨的红光在其身上绽放开来 紧接着一道狂暴的剑气骤然迸射而出 此乃金杰宇成名绝技九天烈焰斩 伴随着炽热的火龙席卷而过 竟是将无业的油龙丝禁术击断 二女只感觉浑身一轻从空中坠落而下 令肃云头冒冷汗心有余计 各是金杰宇在晚上一秒 恐怕自己已是一具尸体了 金杰宇收回长剑缓步走到无业跟前轻声道 无业 我们冷静下来谈一谈吧 无业面无表情 眼中的杀奇依旧浓烈 你认为还有这个必要吗 金杰宇文言神色凝重解释道 如你所见这一切都是西门平淡的 但西门平也是被人操控的意识才犯下过错 那个人正是上次和你提起的果实 我敢确定他是故意挑拨我们发生争斗 借此分散我们的注意趁机逃走 希望你可以冷静下来抓住那个罪魁祸首 西门平的事情我们以后再算 无业抱着书香缓缓起身恢复了平静 他也不是不明势力的人 西门平的异常他早已察觉了 紧接着无业一言不发转身朝大门外走去 安排好手下处理书香后事和天香楼事宜后 无业若有所思离开了这里 不久后金杰宇再次出现将他拦下 询问他是不是要去找那名武师 而无业却是直接否认 要找到那名武师很简单 但抓到他还远远不够 我要让他背后的势力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着无业离去的背影 金杰宇满脸的震惊 难道他想直接杀上雷宗 成都出现一名为非作歹的绝命武师 他擅长利用古虫控制人的心智 以此在街上引发混乱肆意屠杀 但他却在无意间惹到了不甘惹人 那就是一人颠覆四川武林的顶级杀手无业 韩淑雅满脸忧愁地走在夜间的小巷中 那名古师行踪不定颇为难产 他打算去寻找柳重峰等人前来相助 可这时古师的身影却快如闪电般来到跟前 韩淑雅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拍晕过去 司徒节将他扛到肩上发出节节的怪笑 这具身体的资质不错 我会把他带回雷宗炼城最强的傀儡 金杰宇 当你看见他成为傀儡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 另一边无业找到唐浩 告诉他自己将要去西藏寻找雷宗的据点 唐浩文言心中满是担忧 此地距离西藏需要横穿西部高地危险重重 不过以他对无业的了解 天香楼的事情无业绝对不会善把甘休的 于是他将一些用得上的装备拿给了无业 其中包括一瓶装满了不明液体的瓶子 这是唐浩利用白铃制作的燃剂 只要倒一滴在火焰上就永不会熄灭 无业收起装备道谢后便启程朝成都外走去 不料还未出城门金杰宇又找了上来 因为韩淑雅失踪了 此时的他满脸焦急失去了往日的阵地 金杰宇肯定一定是那名古师干的 他请求无业无论如何都要帮帮自己 只要雷宗的人还活着 就没有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紧接着二人一路向西来到一处湖泊前 他们在岸边发现一名躺在血泊中的马夫 这意味着古师已经乘船抵达对面的高原 而此时满是冰雪的西部高原上 司徒杰的身影在雪地里缓缓前行 可当无业二人踏足此地时他已是有所察觉 能以如此快的速度追踪自此 看来对方的实力不简单 难道是那个天香楼的幕后老板 我有预感那家伙绝对是极其危险的人物 必须加快脚步尽早回到维宗才行 另一边无业和金杰宇已经横穿半个高地 一路下来金杰宇对无业的能力越发钦佩 他的感官比刀片还要锋利 很难想象他的真正实力到达了何等地步 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一群土匪正快马加鞭朝着二人飞奔而来 二人深知这是西藏的劫匪 以劫略过往的商团为生 金杰宇神情严肃对着无业说道 你先走吧 解决他们我就去找你 无业没有推辞转身淡淡说道 大雪很快就会覆盖我留下的印记 你要抓紧时间 严霸身形一闪遍朝左侧方向奔略而去 金杰宇则缓步走向迎面而来的数百劫匪 来吧 你们这些杂碎 画面一转 此时被绑架的韩淑雅满脸的绝望之色 他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救自己 更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会发生什么 而就在这时 他绝望的眼中出现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一道身影宛如凭空出现般来到他跟前 一动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甚至连司徒节都没能察觉到他的道案 无业如同一只幽灵般紧紧跟在他们身后 如毒蛇般的双眼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 韩淑雅神情恢复了些许色彩 他不知道无业是不是来杀自己的 但死在无业手里也好过被炼成傀儡 可他的异常很快便被司徒节察觉 只见司徒节猛然转身朝身后看去 不料身后空空如也没有半个人影 但敏锐的感知还是让他感觉到不对 当当一定发生了什么 这个女人心跳越来越快 是我错过了什么吗 但他不知道的是 无业就像幽灵般一直潜藏在他的身后 他身法鬼魅形似幽灵 隐溺在敌人身后却又让对方无法察觉 可司徒节凭着敏锐的感知还是感到不对劲 虽然他察觉不到无业隐藏在何处 但直觉告诉他有人正在跟踪自己 于是他接连施展身法 毫无规则地朝周围快速磨动 可即便如此还是无法捕捉到无业半点踪迹 而无业的身法丝毫不差被韩淑雅看在眼里 此时他的眼中满是震惊的神色 因为无业就像一只影子 从未离开过他的视线 司徒节每走一步他都能预测到紧跟而上 甚至连雪地上的脚印都完美重叠 而此时的司徒节却是有些恼怒起来 只见他豁然转身一掌裹鞋雄魂内力轰卷 到底是谁 快给我滚出来 可一击过后他依旧没有看到半点人影 司徒节有些慌了 他感觉就像一只被猫戏耍的老鼠急促不安 思绪间他看了看肩上的韩淑雅 莫非对方是来救他的 是怕我伤害他才一直不肯现身吗 想到这里他当机立断将韩淑雅扔到半空 紧接着内力凝聚于双掌间节节怪笑起来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隐藏多久 言霸双掌合并一股狂暴的气势骤然薄发 就在这时 一柄匕首快如闪电般暴射而来 司徒节还没反应过来便被贯穿了手掌 剧烈的疼痛感传来令他浑身一颤 肩上的韩淑雅失去支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司徒节捂着伤口心中满是骇然 对方的实力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 必须尽快回到雷宗才能确保安全 想到这里他慌忙奔略而出朝远处逃去 连地上的韩淑雅都无法顾忌 他是真的怕 等司徒节走后 吴叶现身将韩淑雅扶起来 重伤的他加上严寒的环境已是精疲力尽 韩淑雅小嘴微张想要询问吴叶为何来这里 不料却因为没有力气声音极其的微弱 吴叶见状眉头微皱缓缓开口道 这样下去你恐怕撑不到荆杰雨到来 唐姑娘 得罪了 言罢竟是不经过人家同意嘴对嘴亲了上去 一股真气伴随着暖衣堵入寒淑雅体内 堵入真气非得用这种方式吗 咱也不敢问哪 这小子亲完一把将它扔回地面转身就走 这口真气足够你撑到荆杰雨来了 画面一转 司徒节一路狂奔来到一座塔楼门前 门内的守卫见有人到来询问他是何来历 司徒节语气平和丝毫没有半点嚣张气焰 我来自雷宗 有要是想告诉你们墨月儿楼主 守卫经过寝室后缓缓打开了大门 不久后司徒节恭敬的贵服在地 一位身姿妩媚的女子端坐笑盈盈地看着他 原来你就是那老家伙养的那条中犬了 说吧 来找我有什么事 听到中犬二字司徒节并没有脑梦 而是毕恭毕敬地将无业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且表示他很快就会追到这里 墨月儿闻言却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没想到你这条猎狗有一天也会被人追杀 雷宗那边的老家伙可要欠我一个人请了 放心吧 这里就算是你主人来了也要忌惮三分 司徒节闻言欣喜地低头连声道谢 深夜 司徒节在安排好的房间睡下 可酣睡之时却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飘来 司徒节睁开眼睛一看 眼前赫然出现一对沾满鲜血的手环 司徒节健壮猛地从床上惊恐坐起 这对手环明明就是墨月儿手上的那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座塔楼号称西部地区戒备最为森严之地 可一名杀手的到来却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 门内的守卫察觉到有人到来朝着窗眼望去 不料棺桥半上却没能看到半点人意 就在二人疑惑之际 无业的身影已是悄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宽松的斗篷将他身形掩盖看不出任何表情 一道如幽灵般令人恐惧的嗓音悠悠传出 狩猎游戏开始了 画面一转 睡梦中的司徒节背突然 出现在枕边的手环下的从床上坐起 他十分确定这对手环是属于楼主墨月 可如今上面沾满了鲜血被放在自己床头 这一幕让他惊得汗毛倒数浑身颤抖 恐惧地他忐忑不安地推开门缝仔细观察 没有听到丝毫动静后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 却发现狼道陷入一片黑暗没有丝毫亮光 于是他只能挪动脚步渐渐朝对面走去 周围环境寂静地可怕让他越发地心慌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刚走出树米后他又感觉到不对劲 这条走廊好像比之前狭窄的许多 但对此他并没有多想 现在最主要的是先去确认墨月是否安全 不料走着走着司徒节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慌乱之下他连忙聚精会神朝前方看去 只见一个三米大汗的面孔映入眼帘 可下一秒撞汗却是一个仰头栽倒在地 紧接着哗啦一声燃起了熊熊烈火 炽热的火焰瞬间将整条狼道照亮 令司徒节毛骨悚然的是 狼道两边竟是站满了塔楼守卫的尸体 他们身体笔直站立脑袋 却是被拧到了后背 极度恐惧的感觉瞬间令司徒节慌了神 连忙扭头朝着墨月儿的房间方向跑去 他真的来了 他把塔楼的人全杀了 不多时他便来到墨月儿的房间中 而此时墨月儿已是浑身鲜血死得透透的 司徒节再也来不及多想 一个纵身跃出楼外快速驳落而逃 他疑惑为何无业杀了所有人 唯独没杀自己 但此时显然不是深究的时候 他只能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雷锋身上 而此时在暗处的吴叶只间出现一把蝴蝶 下一秒以闪电般的速度朝司徒节暴射而去 司徒节还未来得及察觉便被贯穿了肩膀 身受重伤的司徒节求生欲望拉满 根本故步的伤势毫不停留朝远处奔掠而去 吴叶看着对方留下的血迹 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身后 不知逃亡了多久 司徒节来到一处密林放慢了脚步 捂着血流不止的伤口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而吴叶跟在他的身后一直紧盯着他 可就在这时一遍陡然突起 司徒节的身影竟在吴叶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吴叶疑惑地不停朝周围望去 但却始终无法找到对方的踪影 甚至连司徒节身上的气息和血腥味都消失不见了 吴叶反应过来这可能是司徒节设下的陷阱 于是他开始四处搜寻试图寻找一些线索 可奇怪的是他明明走了很久的路 一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又走回了原地 吴叶知道自己是被某种手段困在这里 一想到司徒节可能趁机逃离自己的追踪 吴叶心中升起了一丝无奈 凭自己去寻找雷宗总部的话 恐怕还要花费不少的功夫 他杀伐果断 勇猛无敌 仅凭一人将整个四川武林掀了的天翻地覆 可如今这般强大的高手却在森林里迷了路 吴叶察觉到这里肯定被人设下了迷魂阵 想来是雷宗为了隐藏位置不下的陷阱 吴叶经过数个时辰的分析终于找到了出路 仔细辨别了方向后朝着密林外围走去 不久后吴叶在山脚下找到一个村庄 可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大街竟没有半个人影 吴叶能感觉到有很多道目光正在打量自己 为什么村民们会对一个外人都要如此警惕 就在他疑惑之际 一道少年的身影悄悄出现在身后 二话不说大喝着将手中的石头朝吴叶扔去 吴叶抬手将石头接住眼神冷漠地看向他 不料少年却是满脸怨恨地朝他大喊道 这里不欢迎你 快滚出我们的村子 少年的父母见状连忙跑出来颤声喊道 儿子快住手 紧接着将儿子暗跪在地满脸惊恐不断道歉 先生请原谅我的孩子 与此同时其余村民们也纷纷跑出来跪地祈求原谅 突如其来的状况令吴叶微微一愣 当想说些什么却被少年的声音打断 只见他眼神坚毅地看着吴叶振振有词 我不怕你们给我滚出这里 父亲见状脸色越发的苍白 快住口 难道你想变成你哥哥那样吗 少年文言咬牙切齿泪水不停在眼眶打转 就是他们把哥哥变成了怪物 这是吴叶才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 你哥哥是被谁抓走的 少年愤怒地站起身大喝道 明知故问 就是你们这些雷宗的混蛋 听到雷宗二字吴叶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你们带走了我哥哥和村里其他孩子 这次是来带走我的吧 吴叶文言冷漠地开口说道 我不是雷宗的人 我不会绑架人只会杀人 众村民文言惊怡不定地抬起头 你真的不是雷宗的人 无业不耐烦地散发出一丝杀意 我说过我不是雷宗的人 把发生的事情跟我说清楚 男人回忆起往事泪水 不自觉湿润了眼眶 少侠别看这个地方现在一片贫瘠 其实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热闹的村镇 因为此地附近就是雷宗的大宝银 所以山匪们不会靠近这里 村民们也很感谢雷宗的庇护 但突然有一天雷宗的人冲进了村庄 他们抓走了我们所有的孩子 只有阿明当时去了山里才躲过一劫 没有人知道雷宗把孩子们带到了哪里 直到年后那些孩子突然被人带了回来 也就在那天我们发现雷宗令人发指的一幕 一个男人将一把利剑插入地面发着怪笑 他命令孩子们在父母面前自相残杀 违抗命令和失败的孩子 他也会杀了他们的父母 为了亲人安全 孩子们只能扑向自己的同伴 他们被迫自相残杀 最后死去的孩子连他们的父母也被杀了 雷宗不断让孩子们厮杀 甚至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动手 直到孩子们变成怪物 连父母都不认识 说到此处男人身位俱下愤恨地说道 我的一条胳膊就是被我的大儿子砍掉的 吴叶文言语气缓和下来轻声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 众人文言纷纷泪如雨下 虽然留在这里很危险 但是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害怕如果离开这里 孩子们会受到伤害 这时男人出言询问起吴叶为何要找雷宗 吴叶眼中杀意如十字般蹦射而出 我是来寻仇的 直到雷宗的人死亡为止 恐怖的杀气令所有人浑身一颤 男人颤抖着身体仿佛正在下定某种决心 片刻后他突然起身拍着胸脯正中说道 若你有把握灭了雷宗 我哪怕豁出性命也会告诉你所知道的一切 传闻小雷因四乃妖魔邪碎聚集之地 其宗主十恶不赦手段残忍被人称之为血佛 掌握小雷因四最强功法天龙无相神功 血佛之下还有十名护法血僧 他们各个实力高强 培养出无数只忠诚于雷宗的弟子 雷宗所犯下的罪行新竹男书 为强大宗门站立到处抓捕附近村庄的孩童 甚至以养骨的方式让这些孩子自相残杀 最终活下来的人沦为六亲不认的杀人机器 村民将所有关于雷宗的一切告诉了吴叶 他们把解救孩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吴叶的身上 而雷宗绑架孩子训练成杀手的事 却勾起了吴叶的回忆 回想起自己儿时的遭遇一时间沉默不语 片刻后他回过神来 他深知再拖下去 只会给雷宗准备对付自己的事件 这时小明咬着牙对吴叶哽咽请求 希望吴叶无论如何都要救出被抓去的孩子 不料吴叶却一口回绝了他的请求 我不是什么善人 那些孩子如今状态如何谁都不知道 我也不是为了救人采取雷宗的 不过作为情报的代价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 那就是让雷宗彻底从世界上消失 离开村庄后吴叶再次回到那片密林 随着周围空间一阵模糊阵法在意料中启动 但即使在精妙的阵法 也不能完全掩盖事物的本质 很快吴叶便在一条溪水中发现了端倪 流水的感觉是很难做假的 吴叶眼中金光一闪而过 他坚信只要顺着溪流行走一定能找到出口 不料不久后却被一个大排水口挡住了去 就在吴叶心生疑惑之际 突然前方刮来一阵巨大的狂风 那排水口猛然间开始剧烈扭曲起来 下一秒竟是在吴叶的眼皮底下消失不见 面对眼前的突发情况 吴叶更加笃定这便是通往雷宗的路 想到这里他决定不再相信眼睛看到的是我 而是把感官放在水流和味道上面 不知过了多久 吴叶感觉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通道中 并且前方被一个铁门拦住了去 吴叶朝着门外宁木关桥 隐约间似乎能看到一座宏伟的箭子 他意识到自己已是到达了阵法边缘 下一秒只见他身形化为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画面一转 小雷因寺那众弟子们接到全员警戒的命令 据说那名刺客实力极为强横 就连司徒节大人都在他手中死里逃生 听到他们的对话无业当即明白过来 司徒节已经逃回雷宗 并且做好了迎接自己到来的准备 与此同时雷宗的大殿之中 司徒节跪拜在血佛面前大气都不敢喘 此时血佛被气得咬牙切齿大声呵斥道 你这个废物 被追杀了这么久 竟然连刺客的脸都没看清 现在你还把那名刺客引到宗门里来 我花费那么多资源培养你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司徒节文言连忙颤抖着起身表达忠心 宗主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将他除掉的 这是一旁的一位血僧出言为司徒节求情的 宗主 虽然司徒节带着一条尾巴回来 但他已经完成了找清澄派报仇的任务 属下认为这足以将功抵过 其他血僧却是对此相识一笑 不就是一名刺客吗 多派出些弟子去把他解决了便是 他还能在雷宗掀起什么风浪不成 听完血僧们如此轻敌的话语 司徒节心中顿感不妙 他深知无业的实力不是血僧可以对付的 但如今他也不能透露出这种想法 毕竟自己想要活命还需要靠宗主才行 这个男人是个疯子 凡是有人胆敢在他头上动动 即便是相隔万里 他也会一路追杀直到灭人满门 深夜的小雷音似气氛极其压抑 故未对队长穆震疲惫地回到房间 宗主命令他加强戒备抓住那名刺客 没想到接连寻找数日都没发现对方的踪远 就在他不满的埋怨司徒节没事找事之时 无业鬼魅般的身影已是出现在其上方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无数根游龙丝已是急射而来贯穿他的身体 随即他的四肢被牢牢捆住无法动弹半分 紧接着在木阵惊骇的表情下 无业缓缓靠近 此时无业的面容竟已是变换成木阵的模样 不久后无业出现在一处偏殿外 两名巡逻的弟子健壮连忙上前行李 无业命令他们抓捕刺客的任务到此为止 当他们回去休息 随后头也不回地朝殿内走去 他察觉到这处偏殿有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 所以决定前往一探究竟 随着深入那股恶臭为越发的浓郁 最终无业在一道暗门前停下了脚步 恶臭正是从门上的裂缝散发出来的 无业迎上前去仔细品味了一番 发现此味道和腐烂的食物有些许相似之处 或许是有人在里面研究毒药 想到这里他不再犹豫打开了暗门 一条昏暗狼道伴随着作呕的气息映入眼帘 与此同时狼道尽头的一处牢房内 一名白发老者正在调试着要紧 旁边的椅子上绑着一个肥状的大汗 不久后老者扭头对着壮汗节节怪笑起来 嘴里不断念叨着很快就让他解脱的话 紧接着他掰开壮汗的嘴 一滴深绿色的液体缓缓滴入壮汗口中 液体进口的一瞬间壮汗瞬间开始剧烈挣扎 毕生生甚人的惨叫不断在其口中传出 树袭后他的身体便肉眼可见般迅速腐烂 最终在无法忍受的强烈痛苦中咽起 老者见状顿时疯狂大笑起来 我终于成功了 这种毒药只要一滴就能轻松毒死十个壮汗 宗主看到这个定会十分高兴 就在这时无业的身影缓缓走来 开口夸赞这毒药非同一般 老者见识目震到来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不停炫耀起这毒药的效果 无业文言满脸惊叹地询问此毒药的名字 老者得意地表示还未取名字 他敢保证中此毒之人七部之内必死无疑 无业文言陷入了沉思 七部之内吗 不如就叫七部追魂如何 老者文言对这个名字甚是满意 达着药瓶如看待孩子般爱不释手 可下一秒一道静气骤然贯穿了他的头颅 无业抬手拿过药瓶轻声一笑 感谢你为我送来这么好的毒药 就在这时狼道内传来一阵稀疏的脚步声 无业的眼神骤然变得凌厉起来 看来狩猎时间到了 一日清晨 小雷音寺的主殿内不停传来宗主的怒吼 宗门花费无数资源精心培养的血僧 竟在一夜之间被全部杀光了 血佛对着手下破口大骂 你这个废物 连对方已经突破阵法进入宗门了还不知道 属下没想到那刺客 竟能神不知鬼不觉突破阵法 我已经将死去弟子的尸体都确认了一遍 发现负责阵法森林的墓阵不知所踪 属下认为只要找到消失的墓阵 我们就能找到那名刺客 那个家伙一定隐藏在宗门的某个角落 血佛闻言气得咬牙切齿一拳将十一拍碎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在他再次动手之前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我要亲自动手将他碎尸万段 他杀法果断 牙字必保 孤身一人闯入小维音寺 将上百首位弟子尽数屠杀 雷宗宗主得知此事勃然大怒 发誓定要将其找出来碎尸万段 一具具尸体被弟子们抬到院中 血僧大长老看着这一幕咬牙切齿 堂堂雷宗竟被一个刺客耍得团团转 甚至连对方的容貌和姓名都不知晓 他恼怒地朝一名弟子询问司徒杰的去向 得知司徒杰一直闭门不出 他更是火冒三丈 将刺客引入宗门 他竟然还不闻不问 速去让司徒杰到大殿面见宗主 画面一转 司徒杰跪拜在大殿头都不敢抬 血佛强压着怒火对他冷冷说道 你说过会想办法找出那名刺客 现在你该做何解释 司徒杰颤抖着声音表示已经想到办法 他会竭尽全力解除儿狼们的禁止 血佛文言顿时陷入了沉思 司徒杰口中所说的儿狼 便是从村子里抓回来的那群孩子 但那群六亲不认的家伙能做什么 司徒杰兴奋地抬起头 表示他已经掌握了控制禁止的秘法 并且其中有三个儿狼获得了特殊的能力 利用他们一定能抓出那名刺客 血佛文言历生质问道 刺客本就因你而起导致宗门损失惨重 若是不能给我满意的答案 你也不必活在这个世界上 司徒杰文言浑身一阵再次低头恭敬道 属下愿以性命担保 请宗主将所有人召集到大殿 血佛见状不再犹豫 当即下令让所有门徒到大殿集结 不多是雷宗剩余的数百名弟子聚集完毕 司徒杰朝着一旁冷声开口道 出来吧 只见三到少年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众人适应 司徒杰低头朝着血佛恭敬道 刺客定是伪装成门内弟子趁机作乱 如今所有弟子都在大殿之中 只要将他找出来定让他插翅难逃 这些孩子解除了静置后依然存活了下来 并且因此产生了特殊的能力 陈朵拥有探查气息的能力 可以凭借气息分辨出不属于宗门内的人 银尔虽然失去了视觉 但其他感官十分敏锐 可以捕捉是否有说谎的征兆 至于最后一个名为小马的能力尚不明确 只知道他的杀意被无限放大 满脑子都是屠杀的想法 血佛闻言不耐烦地摆了白手 认为小马是个失败的作品 在雷宗效力的人就没有杀意弱 紧接着司徒杰命令儿郎们到场中逐一辩敌 不料排查过后却依旧是一无所获 儿郎们纷纷表示刺客并不在这些弟子中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一阵骚乱 难道刺客已经逃走了不成 血佛则是被气得双眼通红咬牙切齿 司徒杰 这就是你以性命担保的结果吗 司徒杰文言惊出一声冷汗连忙想要解释 不料一旁的小马却是率先开口说道 他不就坐在那里吗 话音刚落一个暴略直奔长老席而去 只见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大长老说道 我们要找的人就是你 对吧 他是令江湖人闻风丧胆的疯子杀手 孤身一人闯入小维因寺是要灭其满门 伪装成雷宗大长老隐藏在人群中刺激而动 不料还未开始便被人认出了身份 小马神色兴奋嘴中不断发出癫狂的大小 太有意思了 我可以杀了你吗 话音刚落一阵铁气的撞击声骤然响起 数个锋利的圆环猛然出现在其身后 紧接着大手一挥 圆环如飓风般带着暗红色血影朝无叶劈去 可下一秒小马便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如此近的距离对方一动不动去毫发无伤 只见无叶恢复本来面目神情淡然地看着他 司徒杰见到无叶真容心头不由遗产 回想起被无叶追杀的时光现在还心有余悸 而此时小马不停发出兴奋的大叫 真奇怪 为什么打不到你呢 严霸手中攻势不由加速了几分 但结果还是依旧未能伤到无叶半分 而能感受到气息的沉躲见状脸色无比凝重 他察觉到无叶控制内力的能力恐怖至极 无叶将气编织成细线覆盖周身 精准无比地将小马的攻势近数挡下 这时无叶手中招式骤然变换 操控细线请客间便将圆环近数截停下来 接着语气冷漠地对着小马说道 你叫小马 小明的哥哥是吗 听闻无叶的话语小马顿时呆愣在原地 随即神情激动地询问无叶怎么认识他弟弟 无叶见状脸色一环淡淡说道 看来你并没有失去记忆 我在你们的村子见过你弟弟和父母 这时血佛猛然站起身形朝弟子们大吼道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快将他拿下 无叶文言眼神骤然变冷嘰喊道 我最讨厌别人打断我说话 言语间一道炽热的火焰在掌中缓缓浮现 将手臂抬起的同时对着小马提醒道 小马快躲开 小马文言瞬间反应过来越至半空 一股热浪顺着胯下朝雷宗弟子们跟袭而去 轰隆一声巨响猛然炸开 大殿坚硬的墙壁瞬间被轰得四分五裂 弟子们纷纷惨叫着试图扑灭身上的火焰 但无论他们如何挣扎都无法熄灭 看着沦为炼狱般的场景 血佛心中亥然气得咬牙切齿 他知道这并不是普通的火焰 这家伙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此时血佛对无业的手段感到一丝恐惧 连对方隐藏在自己眼皮底下都未能察觉 无业对小马表示他的家人正在等着他回去 小马文言脸上露出庆幸的神色 太好了 他们都还活着 原来他的记忆没有被秘书磨灭 只砍断父亲的手臂是为了保护父亲的幸运 看到无业站起身心 小马询问是不是现在就要带他离开 无业眼中浮现出如十字般的杀意朝前走去 我不是来救你的 我是来杀人的 小马文言满脸惊讶 这么多人全都要杀了吗 看到无业点头小马顿时露出兴奋的神色 这简直太酷了 紧接着疯狂的大笑起来 杀了 把他们全杀了 司徒杰见小马临阵倒戈怒声呵斥的 你这家伙是打算背叛我吗 小马冷冷瞥了他一眼 背叛 我从来就没将你们当成同伙 对你们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奴隶而已 此话一出旁边的沉朵和银耳出言符合道 小马说的没错 虽然我们不像小马一样记得以前的记忆 但不能容忍你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 司徒杰文言愤怒地抬起手臂阴冷道 你们这是在找死 下一秒数根细线如油龙般将他的手臂缠住 无业眼中杀意凛然冰冷说道 你认为你有能力在我眼前伤害他们吗 无业一把三位真火烧的雷宗弟子鬼哭狼嚎 血佛看着眼前长颈气的怒火滔天 你这个混蛋到底用了什么妖术 他紧咬牙关脸上轻轻抱起思考着对策 心中更是对司徒杰怒骂了千万遍 这混蛋信誓旦旦表示有办法将刺客拿下 如今不仅令宗门陷入了危机 甚至连精心培养的儿郎队伍都接连背叛 想到这里血佛浑身气势骤然薄发 既然你们存心找死那本宗便成全你们 严霸双掌裹挟狂暴地静浪朝前方横推而去 羞涌的气劲如骇浪般传来阵阵嗡鸣之声 竟将炽热的烈火席卷在一起形成一条火龙 此乃雷宗传承秘法天龙无相神功 恐怖的威势带着灼热的气息直奔吴叶后背 吴叶察觉到身后静气袭来 毒蛇般的双眼闪过一丝金光 轰隆一声巨响猛地在场中炸开 火龙飓风般冲击而过将整座宫殿摧毁大半 可带到滚滚的浓烟散去 吴叶和三个儿郎却已是消失在原地 血佛满脸愤怒地朝弟子们怒吼道 他们跑哪去了 侥幸存活下来的弟子们闻言面面相去 刚才的攻势太过强大 他们根本无暇他过 这是一名血僧战战兢兢的朝血佛说道 会不会是宗主的神功太过强大 他们几个连尸体都化为了飞灰 血佛闻言咬牙怒骂了一句蠢货 他十分笃定吴叶他们还活着 都给我去找 今天就算把整个雷宗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那几个混蛋找出来给我碎尸万段 不久后他们在殿外寻到一滩血迹 众人顺着血迹追击来到了万法殿 东主 他们应该是被您重伤逃到了这里 属下已经派人进去搜查 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们 而血佛已是没有耐心等待大步朝殿内走去 我亲自去 这时司徒节看着万法殿牌匾心中感到不对 万法殿地下市不是封毒师制毒的地方 想到这里司徒节心头猛然一颤 大家不要进去 这是个陷阱 但这一切都已是为时已晚 大部分弟子已是跟着血佛深入其中 在无色无味的毒气攻击下 雷宗弟子防不胜防接连倒下 短短数息间已是死伤过半 血佛见状怒吓一声将毒气进入引入掌中 都给我平住呼吸 他试图见所有毒气凝聚到一处炼化 以此来化解眼前的危机 就在血佛全力运转内力之际一遍陡然升起 只见一阵血光闪过 身后数十名弟子的头颅纷纷离家出走 突如其来的状况打得血佛措手不及 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小马满脸邪笑带着同伙缓缓走来 等很久了吧 我们马上来杀你们了 原来在血佛操控火龙的时候 吴叶就已经带着他们离开了大殿 同时带着一具雷宗弟子的尸体 一路留下血迹引诱他们追踪到这里 途中嗜血的小马不停叫嚷着要杀了他 但吴叶却表示那样未免太过于无趣 他要像猫抓老鼠般戏甩对方 让他们感受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恐惧 小马三人大笑着朝血佛缓缓走去 多年来雷宗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历历在目 我们等这一刻太久了 今天你们雷宗一个都别想跑 他们是百姓眼中杀人不眨眼的怪物 自幼被雷宗强行掳走进行残酷训练 如今他们终于找到向雷宗复仇的机会 昔日所受到的痛苦必将千倍百倍奉还 血佛眼见弟子们死伤大半气得咬牙切齿 既然你们执意找死那本宗便成全你 严霸汹涌的内力不断朝掌中凝聚而去 此乃天龙无像神功终极杀招 无像虎 小马三人健壮依旧速度不减静止朝他冲去 血佛猛地仰头发出一声疯狂的长笑 狂暴的静气宛如海啸般迸发而出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猛然在场中炸开 下时间整座大殿被炽热的火光淹没 恐怖的气浪就连身在殿外的司徒杰众人 都险些被先飞出去 带到一切平静下来 眼前的场景却是令众人吓得目瞪口呆 巨大的宫殿竟是直接化为了飞灰 现场只剩下一个数米的深坑 血佛保持着出手姿势站立在深坑之中 而小马几人的身影已是消失不见 司徒杰见状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终于还是把他们全都解决掉了 随即连忙命令弟子们下去帮忙 剩余的弟子纵身跃下深坑朝宗主掠去 领头几人嘴中不断吹嘘着宗主武功带势 不料下一秒血佛的脸色骤然一变 只见一道身影快如闪电般直奔他身后而去 等他反应过来想要阻拦已然为时已晚 小马手持武器已是瞬间取下两名弟子投入 随即身形毫不停留朝其他弟子猛呼而去 一名血僧剑撞大喝一声运进朝他攻去 不曾想却被一旁突然出现的手刀贯穿伯狗 眼见陈朵抢走自己的猎物 小马骂骂咧咧地大骂了几句 不过喜怒无常的他下一秒又换上嗜血表情 剩下的都是我们 严霸手中的圆环如收割神兵般脱手而出 随之而来的是血宗弟子们凄厉的哀嚎声 血佛见弟子被疯狂屠戮气得浑身颤抖 你们这些虫子都该死 可还未等他出手营救 却发现树根丝线已是悄然环绕在伯格 他一把将丝线扯开出言怒骂道 你这该死的刺客只会耍这些小手段吗 而无业并没有回应他的话语 操控树柄蝴蝶笔朝他急射而去 血佛运气尽力大手一挥便将其尽数弹开 一只躲在阴暗里的老鼠只会偷袭吗 严霸身形暴力而起 静止朝匕首射来的方向冲去 一股狂暴的静气请客间在其掌中凝聚 给我去死吧 咚的一声巨响 强大的力量如骇浪般席卷而出 不料如此恐怖攻势 却被无业抬手轻松挡下 只见他神情冷漠 双眸如同毒蛇般锐领 树柄蝴蝶笔如精灵般在其周身飞舞 下一秒匕首裹鞋驯为之势直奔血佛面门 而血佛反应速度极快 凌空一抓 竟是将匕首禁数潜在指尖 他咬着牙手中炽热内力猛然一吐 竟是将玄铁打造的蝴蝶笔融化成残渣 这种小把戏对我没用 准备好受死吧 而无业见状却是不慌不忙地摸向腰间 一条如灵蛇般的长鞭赫然出现在其手中 此乃出发前唐号送给他的秘密武器 没想到这些水火不清之物会在这派上用场 无业旋转拖下来的斗篷形成一个护盾 随即身形如炮弹般暴力而出 同时长鞭以一种诡异的速度骤然探出 下一秒无数细小的真型暗器 如天女丧花般蹦射而去 眼见如此诡异手段血佛心头一颤 这是什么鬼东西 生死攸关之际不容丝毫大意 血佛连忙拼尽全力将猛烈攻势阻挡下来 无业手中长鞭再次挥舞 不给对方喘息机会 下时间灵片暗器如雪花般满天飞舞 紧接着一股令人恐惧的威势骤然勃发开来 此乃清澄派密集七十二剑浪 羞勇的骇浪惊涛铺天盖地朝血佛淹没而去 身处攻势中央的血佛根本无处闪躲 只能拼尽全力抬手割挡 毕生震耳的怒吼猛然从气口中传出 将无相神功催动到极致蓄力一拳轰出 滔天骇浪竟是被打得溃散开来 只见一条火龙如十字般盘旋在其身后 能把我逼到如此地步你足以自傲 而无业气势不断攀升凝聚出一条灵蛇虚翼 呵呵 方才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 他乃令江湖人闻风丧胆的顶级杀手 孤身一人就颠覆整个四川武林的恐怖存在 可如此强大的高手 却在三尊之一的风尊手下毫无还手之力 那一战他彻底意识到自己实力的不足 经过努力修炼 他终于想到了一种只属于刺客的暗杀技巧 如今他对上实力仅次于风尊的雷宗宗主 他将以此检验自己的修炼成果 只见无业手握匕首快如闪电直奔血佛咽喉 不料却被血佛单手死死抓住手腕 血佛单手回拉利用惯性蓄力一拳猛然轰出 雄魂的内力转化为烈焰静止击中无业面门 但奇怪的是无业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 身形急剧扭转一剑猛然朝血佛挥掘 可血佛反应速度极快瞬间低声闪躲 六拳炽热如岩浆再次轰向无业腹部 拳风划过无业指觉腹部一阵剧透 水火不清的衣服竟被融化开来 但血佛不知道这一切都在无业的算计之中 每当血佛将要击中他身体时 无业都会事先预测对方的攻击轨迹 随即利用游龙丝神不知鬼不觉的挡住攻势 而他故意受些轻伤实际是为了欺骗血佛 让对方以为实力不计从而放松警惕 但无业深知单凭这样 想瞒过一名绝顶高手还远远不够 于是在激战中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灵力的攻势也渐渐变得缓慢起来 血佛见状不由发出阵阵冷笑 你就这点实力吗 严霸浑身内力如骇浪般疯狂涌出 到头来也不过是只会耍小手段的鼠杯吧 本宗今日便要将你碎尸万段 紧接着狂暴的攻势骤然薄发 无相神功火力全开带着恐怖的气息轰出 处于攻势中心的无业眼中闪过一丝冷峻 毒蛇般锐利的双眸凝视着拳影寻找其弱点 只见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身形奔略而出 你可以去死了 随着而来的是扑刺一声轻响 一道血柱顷刻间喷涌而出 无业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血佛身前 手中的蝴蝶笔已是精准刺入他的胸膛 血佛鲜血喷涌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可仅凭这一击并不已让他致命 你这个卑鄙的混蛋 但你以为这样就能杀了我吗 无业冷笑一声单手抬起悄然运紧 你有真气护体这一击确实杀不了你 下一秒血佛只感觉胸腔内 有一股力量正在不断篡动破坏经脉 即使你用真气保护了身体 但你无法阻止身体内部被破坏 只见血佛面色痛苦地发出凄厉的惨叫 无业注入其体内的力量在此刻轰然炸开 短短数息间血佛的内力尽数流失殆尽 身体迅速干瘪成为了一具干尸 无业神色淡然地转身离去 不再看一眼血佛这位悲催的陪恋 雷宗弟子们见宗主战死满脸的愤怒 纷纷大喊着朝无业的方向冲去 人烟散去来人渐渐露出真容 竟是追寻无业而来的金杰宇 无业见状满脸惊讶询问他为何来此 金杰宇大笑着表示是来帮忙的 我一路寻着你的足迹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 可惜没能见识到你和血佛的战斗 现在只剩下这群小喽啰了 无业摆了白手朝圣渝的雷宗弟子走去 先把他们解决了再叙旧吧 今天雷宗的人一个都不能留